天上忽然出现个绿球 紧接着无数怪物从球体中里走 更可怕的是 这个球体还有着999999的血量 但这血量却只有男主姜游能看见 可曾想 姜游早上还是个游走在街上的屌丝 他忽然视线模糊来到了医院眼科检查 医生却拿着他的报告一脸疑惑地问道 姜游你是不是挂错号了 看你唯米不振的样子 确定不是纵欲过度 得知姜游还是个单身狗后 医生才放下步履帮他检查 伴随着医生撑开姜游的眼睛 医生头顶出现一个提示 还有着18%的数值 姜游不由的猜想 这个如果是血条的话 18%那不就离死不远了 看着明明还挺精神的 难道就 还没等姜游往下想 就被医生一句你喝酒了吗打断 看着姜游又愣神 又自言自语的嘟囊 医生断定姜游不是喝醉了 就是从精神科跑出来的 然后他肯定地告诉姜游 他的眼睛没事 可他出来后还是看到 在走廊里人们头上的血条 他明白了 他这是获得了金手指系统 还治个毛的眼睛 回家研究怎么使用吧 可姜游不知道 他得到金手指是有契机的 就在同一地方的另一个时空里 这里正在遭受着怪物的入侵 走在路上的姜游忽然发现鞋带看 他俯身下去系鞋带时 耳边一阵断絮的声音传来 今晚要去吃什么 去吃火锅吧 姜游忽然一惊 明明是旁人在说话 怎么像是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 忽然一道怪异的光楼照在周围 繁华的街道已悄然消失 街道像死一样的寂静 只留下了呆愣在原地的姜游 他猛然抬头后 更可怕的一幕也出现在眼前 只见眼中一个不知是何物的东西 正向他飞奔而来 空中更是悬挂着 一个冒着蓝光的可怕球体 忽然一个穿着清凉的美女 从姜游的身后飞驰而骨 一刀斩下起一项姜游的怪物左脚 怪物血量也瞬间降为63% 相继怪物也开始从四面八方 同时出现的还有阻击怪物的勇士 可这无限产出怪物的绿球 却有着999999的血量 深渊降临 男人觉醒了神之眼 自此 他就能看到每个事物身上的血条 而且他的影子还从身体玻璃后复活了 因为同一地点的另一时空 正在被怪物入侵 此时的姜游走在繁华的街道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另一个时空的这里 已经发生了无数次的怪物入侵 灾变已经持续了99年 好不容易建起的安全之地 必须守护好 为了更好的保护这里的市民 寻叶斯正在急速招人 但还是赶不上怪物入侵的父母 获得特殊能力的姜游 却无意中进入到这里 他看到了无数怪物的入侵 还看到这里的人们正在和怪物战斗 在无数的怪物入侵下 城市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同样的位置在姜游所在世界里居士 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似乎他刚刚所看到的一切都犹如梦境 他只是在马路中间站着睡着了 做了一个梦一样 忽然一只手拍了一下姜游的肩膀 姜游这才回来到自己的世界 拍他肩膀的是个卖药的三叔 姜游脱口而出 这城市都是怪物 你还有心思卖药 三叔以为遇到神经病扭头就走 姜游看到平静的四周 也尴尬的挠了挠头 自知诗里的他追上三叔 道歉后还入手了一瓶神油 可在回家的公交车上 姜游还在想一瓶神油三千 明摆着把自己当冤大头 那就别怪自己去告他 他正想的入神时 睁眼又是另外一个世界 这里死气沉沉看不到一点生机 可当姜游在扭头环看四周时 这里又恢复了过来 他都开始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的得了精神分裂症 胸口的疼痛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要二次发育 今天发生一切诡异的事情 都困惑着姜游 不想啊 洗个澡睡一觉就应该没事了 洗完澡姜游才看到 自己胸口多了个熟悉的图案 这不是他早上翻找漫画时 无意中被画有相同图案的书砸到过吗 难道是他搞的鬼 想到这里 姜游身上的图案 开始不断地向外释放能量 灼热的疼痛让他直接直不起身 直到用凉水降温后才慢慢缓解 可此时却出现了更诡异的事情 他的影子却悄悄溜走 姜游上蹿下跳地开始寻找 可不管哪个角度光都照不出他的影子 过一会影子又开始显现在浴室的墙上 这他才放心了下来 可他转念一想今天发生这么多离奇的事 就算影子不见了也算正常 接着他就打开浴室的门准备回屋睡觉 可曾想 影子直接聚化成尸体站在姜游面前 姜游并不惊讶 因为他已经猜到了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 但他和影子对视红 姜游的心脏再次开始传来灼热的疼痛 胸口的图案开始继续释放能量 难道又要发生什么了 男孩只因洗了个澡 影子就悄悄从他脚下溜走 并且还聚化成尸体站在他面前 他除了发亮的眼睛全身漆黑 就像午夜幽灵一样痴痴地看着姜游 姜游心想既然是自己的影子 那是不是也该听自己指挥 他颤颤巍巍地说了句抬起左手 果不其然影子听话地抬起了左手 为了再次确定姜游在让他抬起右肚 虽然影子的动作有些僵硬 但还是极力地抬起右肚 看到影子这么听话 姜游也开始过分起来 要不是是社会摇 影子不受控制地开始笨拙地摇摆 忽然姜游胸口发出耀眼的光芒 并从他胸口移动到头顶 随即弹出影子的控制面 姜游也是一脸猛逼 这货还能这么玩 看到影子的两个能力 姜游好奇地点了下影头 屏幕立即显示 你的影子因你而存在 他拥有你的所有记忆 与你的实体完全同步 能够完成你下达的任何简单指令 可影子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但给他下达锻炼的指令 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姜游蜅眼看了一下 还在社会摇的影子 心中还是充满疑问 姜游轻轻地一抬手 手就穿过了影子的身体 虽然影子没有独立思想 但看到姜游的行为也是充满了笔 姜游继续疑惑地询问 影子是否真的有他全部记忆 可曾想影子居然肯定地点了点头 姜游还是不敢相信 他立马转身寻找着什么 他的老六居然拿出了自己暑假作业 影子拿起笔就准备解题 看着影子可以拿起失误 好奇的姜游开始在影子头上乱戳 却像是戳在空气里没有任何阻力 可影子却只写了个解字 就停下了手中的笔 姜游破口大骂 狗屁拥有我的全部记忆 我一分钟就能解的题你却不会 但姜游转念一下 他只能完成简单指令 是不是这题太难了 于是他让影子默写一遍马破仓群 想不到影子竟下笔不飞 分分钟就默写了出来 姜游兴奋不已 以后他读书影子抄写 那不是赚翻了 影童就这么厉害 那影视是不是更厉害了 想到这里 姜游不自觉地就点了上去 屏幕立马显示 你可以从一切暗中汲取影点增强自身 或将死物分解汲取影点 看完姜游就开始双手向下 尝试着发动影视 可直至手抽筋 也未见周围发生任何变化 满脸尴尬的他心想 怎么就不给配个说明书参考参考 此时影童界面提示 你的双眼发生了未知变化 发动此能力可以看到世界的暗影 并选择观察或进入其中 将由联想到他看到的那些怪物 可能就无意间触发了影子 思绪到了这里 他又突发奇想 他让影子给他做几个俯卧撑看看 此时走过来的影子正在发生着变化 全身散发着阴气 他趴下做俯卧撑势 身体开始慢慢钻进了地板里 直至全部钻进去消失不见 男孩只因洗了个澡 影子就自己跑了出来 只要男孩命令他不但能跳舞 复杂的数学题也不在话下 可将由让他做个俯卧撑看一下 他直接钻进了地板 将由找遍了房子的每个角落 都不见他的踪影 过了一会后 他又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在将由的询问下 他写出了暗面俯卧撑 将由在影子的解释下才明白 影子在暗面锻炼会事半功倍 于是他向影子摆摆手 让他继续去锻炼 得到受益的影子 一溜烟又钻进了地板 将由则继续来到电脑前 完成他热血慢的心翻 转眼就到了早上 将由也早已趴在桌上睡着了 直至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把他从美梦中吵起 原来是将由的青梅竹马 兼同班同学陆瑶瑶 看到陆瑶瑶头上少了那么多的血量 将由不由的一惊 看到墙上的挂力 他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到日子了 陆瑶瑶不但是将由的青梅竹马 还是他热血慢的死忠粉 此次前来就是想第一个 看新翻的设定集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将由的关门声 把他吓得跳了起来 陆瑶瑶转身大骂 就算不想给我看 也没必要摔门吧 可他们都没注意 门框上的墙体已经开裂 将由也大吃一惊 他也没用力怎么会这么重 此时的陆瑶瑶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发现将由全身 都是结实的剑子肉 他立马追问将由 是不是背着他健身了 可转念一想 昨天他才见到过这个死宅 也不可能一夜 就练出这么完美的肌肉 可这手感又是那么的真实 福尔摩斯上线的陆瑶瑶断定 真相只有一个 将由嗑药了 男孩只因洗了个澡 影子就自己跑了出来 只要男孩命令他不但能跳 复杂的数学题也不在话下 更牛叉的是 他在暗面锻炼后 会把成果反馈给男孩 仅仅用了一夜 就让男孩从死宅 变成肌肉猛烂 这肉眼可见的变化 让青梅竹马的陆瑶瑶认为 将由是嗑了药 将由立马心虚地解释 自己只是近来 将由在稍微加强了锻炼 陆瑶瑶掀起 将由的衣衫质问道 稍微锻炼就能出八块腹肌 看着眼前的腹肌 陆瑶瑶继续娇羞地劝紧 将由有些东西绝对不能碰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将由却不耐烦地小声说道 闭嘴吧 小嘴巴巴的 将由还没嘟闹完 陆瑶瑶的手就已经来到他面前 一个破肩摔 就把将由压到身下 看到陆瑶瑶反手掏东西的动作 感觉不妙的江由大吼道 你可不要掏出什么杀伤新武器啊 此时陆瑶瑶已经从腰间掏出一个手盘 顺势就带到江由的手上 叠动 这是测试污染指数的仪器 原来击杀一种 吞服异物 新生怨念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 不及时清除就会导致堕化和异化 陆瑶瑶也是看过父亲处理过类似的案件 从中学到了这些知识 江由心想自己的能力来自于胸前的手侧 这能有啥污染 不曾想 身体正在发生着一样的反应 检测树指也在一路飙升 再回头看到陆瑶瑶正期待地拿着枪看着自己 为了不让陆瑶瑶一枪崩了自己 江由努力地压制体内的力量 树指也慢慢降了下来回到正常值 看到江由正常后 陆瑶瑶满脸失望地在一旁把玩着枪 惊魂未定的江由弱弱地问道 你刚刚怎么就拔枪了 这时陆瑶瑶才收起枪 我爹教的 凡事都要谨慎一些 为了分散陆瑶瑶的注意力 江由立即提出给陆瑶瑶看她的心脉 陆瑶瑶瞬间切换成小迷昧模式 激动地催促江由去给她拿 直至送走她后 放松下来的江由直接瘫软在了床上 江由为了弄清突然出现的八块腹肌 她点开了系统 信息也随之弹出 影视发动 初次吸收影点 你的影子变强了 接着切换到影子锻炼的画面 锻炼中臂力加一 影视发动中影点加一 看着还在上升的属性点 江由不由的佩服一直在锻炼的影子 只因男孩一夜练出了八块腹肌 又被轻微竹马的女神 以一个标准姿势按在身下 还打算掏出杀伤力武器对付男孩 江由没法向陆瑶瑶解释 自己之所以能从戏狗变成猛男 全得异于影子在暗面里帮她锻炼 所以江由只能拿出新翻漫画手稿 这才分散了女神陆瑶瑶的注意力 两人在房间研究了几个小时的漫画后 陆瑶瑶才被江由打发离开 陆瑶瑶走后江由从暗面召唤出影子 先是肯定了影子昨晚的锻炼 然后以主人的口吻说道 仅有俯卧称还是不够 我们还得再增加些难度 影子不但没有反抗 而且还表现得异常兴奋 看到影子的表现江由也放下了故意 她开始发布命令 先来一组团伸俯卧称 单手倒立二支俯卧称 倒立虎扑俯卧称 江由看到影子都能轻松完成 震惊之余她继续加码 再来一组额挺俯卧称 人体旗帜 手枪腿深蹲和蜘蛛人爬行 听到江由这些高难度的锻炼姿势 门口偷听的陆瑶瑶都想一起探讨 知道江由真的在锻炼后 陆瑶瑶还未怀疑她而感到惭愧 可她又怎么会想到 江由是个看着影子锻炼而坐收成果的老六 一天下来效果显度 肌肉又长了一圈 江由立马出门测试 虽然她在影子锻炼时没啥感觉 但身体却涌出不可思议的力量 现在的她甚至一拳能打死路遥遥 但江由还是给自己加油打气 明天起必须努力不能光靠影子 可隔天却是影子在锻炼 江由则抱着手机玩了一天 到了晚上睡觉时 江由惭愧地觉得 日子不能就这样安逸下去 获得超凡能力的自己应该更加努力 可第二天 本打算打一把游戏就去锻炼的江由又忘记了时间 晚上江由又开始进入了反思 打铁还需本身意 自己又怎能就此躺平 隔天她真的做出了改变 她主动做了十个俯卧称后就开始想 影子锻炼我想服 我每天增加一点就是进度 几天下来江由发现影点的增长速度好慢 现在才攒到八点 照着速度那要等猴年马月才能开启胃物 江由意识到自己在颓废下去 及时获得超凡能力也将是个庸人 为了提升影点尽快打开胃格 她决定去暗面修炼 刚进入暗面 里面好像是深不见底的深渊 充满了未知的恐惧 但江由缓缓睁开眼后发现 暗面里居然和她的房间一模一样 就只是更暗一点而已 男孩第一次进入地下万物声音 本以为会有许多药物鬼鬼 如何这里出了暗血 和她的房间并不一样 外面一世 就只是原本的城市 里造上了一堵鬼屋的影子 这阴森的城市反而都起将有的好奇 她准备走错小区看了 可原本走错大门的谈 却莫名的回到小区里 想不到在这里 自己房间和小区都从不去 江由意识到 每次进入暗面都有空间限制 江由只能回到现实世界总统小区 再重新进入暗 走在街道上的江由完全没察觉 有一个动静在注视着她 忽然她急速想江由飞奔而去 江由高兴地因为是影子来接她 和她回头去探讨 爱是个优雅的话 这家的事 炸了不下来 江由再挺挺一看 盯母从手后发出可以伸素的脊髓结 右手则是散发着诡异光滑的死神领导 这次全身怪物的领导已经披向江由 江由会爬着堵牌 可怪物却不给江由喘息的钱 继续转换着人 请不及她 江由只能变到国最远吃力的多小 就在千集一块之间 江由 这是果敢且干恋的女神最纠结的一次 她可以再怀疑我科药试果断拔我擒纳 再怀疑我感染医便试果断拔枪上榜 但在一个月后的无考她却开始犹豫不决 自打在便开始 怪物入侵 热血青年都纷纷加入寻叶司抵御怪物 竟然好多职业都不在吃香 文艺工作者更成为了社会底层 只有像寻叶司这种在最前线的人才备受关注 成为了博明心中的迷信 受到大家的追捧和敬仰 而进入寻叶司就必须通过无考 通过无考也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将变得不再频繁 可陆瑶瑶却告诉江由他不想参加无考 此话一出也震惊到了江由 可想到自己的梦想 陆瑶瑶却咬着嘴唇委屈地说不出话来 最后鼓足了勇气才断断续续地小声说出 我 我 我其实想学音乐 江由虽然有些惊讶但还是平静地说道 想学就学呗 难道陆叔不同意 可心里确实在想 不同意也情有可疑 毕竟陆叔可是寻叶司高层 这不就相当于一个不务正业的官二代吗 可陆瑶瑶的一句不是他不同意 确实把江由整不会了 但陆瑶瑶接下来的话让他更震惊 你不要跟别人说 政策变了 寻叶司压力越来越大 今年只要资质达标任何人必须参加无考 这也就不难理解陆瑶瑶为什么这么担心 比他的资质那是百分百得去啊 可此时更担心的却变成江由了 那天陆瑶瑶拿出个小仪器 检测他的感染指数都滴滴滴响得不停 那寻叶司那么精力的仪器检测 他肯定就被当场不脱了 江由心想不会被这不靠谱的小手册 把自己整到一种阵营去了 江由灵机一动就把注意打到了陆瑶瑶身上 对了 上次你那个探测器能用来预防一种吗 可答案是否定的 他就只能用来探测异能和超凡者 看来从陆瑶瑶那里搞个遗弃的计划失败 不过江由倒对超凡者产生了兴趣 可此时陆瑶瑶却已经帮江由处理好伤口准备回家 江由立即叫住他 并向他寻找关于一种和超凡者的基础书籍 看到这个若姬居然对这些书籍这么感兴趣 反而勾起了陆瑶瑶的好奇心 这是个特殊的演技 带上他 发不瞬间把你拉入另外一个世界 一个未知且充满着变异怪物的世界 就在刚刚江由从陆瑶瑶那里得知 寻业司告急 只要资质达标的任何人都必须参加五考 江由清楚他胸口的小册子 虽然给他带来了强大的能力 可只要一检测必定会出现变异结果 到时候寻业司毁 毫不犹豫地把他当作一种就地处决 江由只能寄希望你 陆瑶瑶在寻业司高层的父亲 希望他家有相关于一种和超凡者的书籍 提前恶补一下或者还有一线生机 在江由的请求下陆瑶瑶把他带回了家 陆瑶瑶让江由待在自己的房间 他去父亲的房间给江由拿资料 江由目光忽然被床上的一本漫画书所吸引 江由拿起疑惑地问道 缘分的天空 这是讲兄妹恋的漫画吧 你居然看这个 陆瑶瑶过来一把强迫书说道 我朋友落着我这里呢 我才没看 陆瑶瑶连走前还反复嘱咐江由 老实坐着别乱动他的东西 陆瑶瑶走后江由打量着他的房间 床头的玩偶小熊 粉红色包包和台灯 放在角落的吉他 还有他看的漫画书 江由才意识到 陆瑶瑶也是个含苞待放的少女 他的果敢坚强 或者是在这大灾之年的武装 或是作为巡夜司高层的女儿身不由己 江由按下身旁的录音机 动人的旋律随之而出 他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到过去 他们儿时的画面 像幻灯片一样一点点闪过 不经意间他们已长大 残酷的现实 已经让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美好 陆瑶瑶的开门声把江由拉回了现实 他擦去了眼角泛起的泪花 却被陆瑶瑶来了个灵魂拷问 江由只有尴尬地笑了笑 陆瑶瑶把一个VR眼镜丢给了江由 所有资料都在里面 他让江由自己看 江由戴上眼镜后 系统界面瞬间显现 忽然他一个失重 身体就像被某种力量拖进了深渊 他缓缓睁开眼 发现自己悬浮在秘境半空 我去 这里就是深渊吗 这VR也太真实了吧 此时一个个系统声音响起 深渊未知的领域 四处充满了禁忌和危险 是大灾变的根源所在 而一种就诞生于这片诡秘的空间 它们残忍 是杀 不断吞噬毁灭我们的世界 江由看着眼前的一种 这些不就和他那天医院门口看到的一样吗 原来在江由所在的世界和深渊之间 有着个阴影层的立面 也称为暗面 它就是现实世界的投影 深渊裂缝开启前 一种是通过阴影层潜入现实 尽管出入口都被巡夜司牢牢把控 但依旧存在漏网之余 阴影层也会每隔一个月进行重置 完全复刻现实世界的场景 此时一种也会大量增多 需要及时清理 考虑到阴影层会大幅度削弱人类的战斗力 所以不建议四阶以下的强者到这里 况且阴影层的可视范围只有三至五米 只有随着实力提升才会增加视野 阴影层里还存在着大量污染 人类长时间处于其中可能会沦为一种 要想对付一种 就必须掌控可以匹敌一种的力量 成为超凡者 男孩第一次给女孩抚摸自己的腹肌 殊不知女孩的父亲 已经在门口满脸杀意地盯着他 这刀人的眼神根本藏不住 就在刚刚 姜游在VR眼睛里看到了炫酷的超凡者 他嘴角流下不争气的泪水 同时也暗自发誓自己也要成为超凡者 可超凡者本质上是拥有人类身躯的一种 掌握力量的同时也会被力量所侵蚀 他们无时无刻都在和污染液化对抗 以至于死后有大概率一种化 为了死后不成为一种 同时也为了守护超凡者的荣誉 所以超凡者在意识到自己无法生还时 他们会耗尽自己的力量 看到这一切的姜游无比震惊 原来眼前的安逸都是超凡者用生命换了 就算姜游拿下了VR眼镜 可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复 看着满脸错愕的姜游 陆瑶瑶本想上前安抚一下他 可姜游却扭扭脖子说道 过来给鸽锤锤背 什么你再说一遍 吓得姜游立马说道 三张原话超清 内容拟定 陆瑶瑶立马闪现来到姜游身后 娇羞地说道 成娇 可他按上去发现姜游脖子都练出了肌肉 姜游骄傲地说道腹肌更硬 说着就站了起来 让陆瑶瑶试试手赶 忽然陆瑶瑶的房门被打开 门口赫然站着陆瑶瑶的父亲 他脸色阴沉 手上轻筋抱起 拳头捏得滋滋作响 虽然他没有直接捶死姜游 可直至吃饭他都全程黑着脸 姜游不敢跟他对视 只是心虚地偷瞄了一下陆瑶瑶的父亲 却看到陆爸爸正恶狠狠地盯着他 不知何时就会哭过来把自己撕碎 陆瑶瑶赶忙给父亲加财 爸你误会了 显然陆爸并不相信 我误会 亲眼看到的还能有错 陆瑶瑶立马指着姜游吼道 姜游你倒是说两句啊 姜游端起酒杯却蹦出一句 爸 不不不 不是 陆叔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自罚三杯 然后边喝边嘟囔道 我干了 你们随意 此话一出路霸开始怒火中烧 再次露出刀人的眼神 接着就起身扑向姜游 好小子你胆真是肥了 我的刀呢 两个破衣啰嗦的小孩 正可怜兮兮地在路边乞讨 但谁能想到 他们一个是吃喝不愁的混世小魔王 另一个更是妥妥的官二代附加千金 可知书达理的陆瑶瑶 从小就喜欢跟着姜游这个坏孩子一起玩 甚至不惜自毁形象地跟姜游比尿尿 虽说姜游是那么的不靠悟 但只要路瑶瑶受欺负 不管对方多大祸几个人 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跟他们拼命 自此姜游就俘获了路瑶瑶的芳心 可姜游带着她闯祸的速度 已经超出了父母防范的速度 所以路霸是绝不允许她女儿和姜游同流合污 路霸一直防着自家的白菜被姜游拱了 所以看到自己女儿孤男寡女和姜游共处一室 女儿还在抚摸着姜游的腹肌 所以路霸才怒火中烧想到了姜游 奈何她又是个女儿女 在路瑶瑶面前她完全没了脾气 一切怒火只能撒向姜游 说我回来时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姜游像个放了错的小孩立马举手 道道 看关于一种和超凡者的资料 路霸又把目光看向女儿 看到女儿俏皮地回答时候 路霸的情绪才慢慢缓和了下来 看把你给惯的 接着路霸又一脸严肃地说道 小姜啊 你知道为什么不让你们学生提前接触超凡者吗 不如其来的问题让姜游应接不暇 步不太清楚 人心有意 自生成血 绝望能将人拖入深渊 并非所有人的意志都足够强大 哪怕心中生出一点缝隙 都可能给一种可乘之机 所以要在正式无考考前进行资质测试 只有身躯和意志都达标的人 才有能力接触到超凡世界 超凡之路一步一砍凶险异常 即便有一气辅助治疗 19年年都有人陷入失控 所以我不建议你过早了解这些 你能明白吗 姜游知道路霸是关心自己后立马倒血 可今年统一无考自己并不想逃避 路霸看到姜游的表现也是深感欣慰 本想好好教导一下这小子 可以通紧急电话 让他不得不立即赶回巡夜司 临走他也不忘嘱咐道 姜游你给我老实点 再让我发现我就把你抓回巡夜司 姜游拍着胸脯表示 放心吧路叔 我和瑶瑶不会再做任何出格的事 气得一旁的路瑶瑶差点吐出一口老血 你故意的吧 什么叫仔 之前我们也没做什么呀 小女孩履起裙子就要去和男孩比赛 看谁尿得更远 但这还不是他们干的最离谱的事 更离谱的是男孩还带着女孩扮成乞丐 拿着破碗沿街乞讨 以至于女孩的爸爸要棒打鸳鸯 极力阻止他们在一起 被训斥后的姜游 本打算来超市逛逛放松一下 可想到自己本想多看点关于一种资料 但才看了点基础知识就被路爸发现 按路爸的性格 以后只怕都看不到 想到这里姜游不由地叹起了气 不会做饭的他手中也不知何时多了评降 直至口袋里的电话铃声响起 姜游才从思绪中走出来 死姜游 帮我带一盒鸡蛋一盒牛奶 还有还有 算了就这些吧 姜游自觉地走到卖户里物品的货柜开始寻找 姜游心想不就让我带两包一抹金吗 这有啥不好意思呢 可姜游走出超市回家时 看到到处都是寻夜思招募和抗议种宣承 不安的情绪赫然涌上心痛 再联想到今年无考还强制扩大招生数量 姜游不由地抬头看向了天空 这灰蒙诡异的天空 更让姜游觉得这世界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他挥挥手暗自说道 热血男儿可不能坐以待毙 他左顾右盼地观察后发现四周没人 姜游立即在原地就发动了暗面 与其去担心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何不现在就加强修炼防范于未然 可姜游刚进入暗面 一个标有14%的血条就赫然出现在他面前 姜游立马做好战斗准备大声喊道 谁 是谁在这里 忽然一个人从角落缓缓走出来 他满身窟窿还在往外流血 血量也仅仅剩下了14% 瞳孔也变得阴森并有着黑色雾气 看清来人后姜游下意识地往后跳了一步 他不由地好奇邻居哥哥怎么会出现在这 不然他就体力不支在姜游面前倒了下去 姜游才看到他的身后 还有着两个小孩 而且有个怪物正向他们缓缓靠近 走到跟前姜游发现这个怪物就是他跟战斗过那只 只是血量变成了24% 5岁的哥哥抱着6岁的妹妹 他们正在等待着死亡 因为保护他们的大哥哥已经倒下 怪物正缓缓靠近准备享用这两小点心 可刚刚在这里一切还都那么平静 男人正下班回家 边走边抱怨 本想着寻夜思的文质待遇好又轻松 结果天天加班 忽然被不远处的救命声拉回了思绪 定睛一看 是两个小孩正被黑色的大手拖向深渊 男人直接被惊得呆愣在原地 是一种 他在将人拉向暗面 可都是一种从暗面偷跑出来破坏 将人拉进去的情况闻所为我 看着马上就被拖进去的孩子 男人直接弹射起步冲向他们 在最后关头拉住了他们的手 奈何怪物的力量太大 他也被慢慢地拉了进去 男人心想 完了自己也被拖进来了 自己特么是个文质还是个下了班的文质 他们虽然像穿过了长长的隧道 可到达的地方只是同一地点的另一个时空 也叫暗面 到这里防污染设备武器什么的都没带 就无异于来送死 没等男人多想 一根布满杀气的触手就已经向他们袭来 顾荣芬说男人下意识地就站在了孩子的前面 保护平民是荀叶斯的职责 是刻在骨子里的使命 他一脚踢断了袭来的触手 再一脚再踢碎了怪物的力章 怪物因为手占失利 暂时消失在这黑暗的空间里 天真的小孩还在好奇地抚摸着怪物被打落的触手 殊不知他们来时的裂缝已经消失 这也意味着他们回不去 男人很清楚这里四处都是一种 他们随时都会发动攻击 作为文质的他本就战斗力不高 况且还有两个需要保护的孩子 更老火的是 俩孩子现在正在哭闹着要找妈妈 男人只有先按下手环的紧急键 发出求救信号后 寄希望于救援快点到 因为手环可以定位 还可以暂时抵御这里的巫人 他把手环给了俩孩子 并安慰道 哥哥会想办法带你们回家 可男人清楚他是出不去了 孩子能不能活下来就只有听天由命 他把两个孩子带到了隐蔽的角落 自己则作为幼儿引开怪物 尽量帮他们争取救援时间 此时怪物已经恢复如初 正急速地再向他冲来 两小孩被黑色的大手扣入深渊 男人看到后毫不犹豫地也跟了上去 他们被带到了另一时空 这里早已被变异的灼气污染 更可怕的是这里还怪物横行 男人把唯一能得到救援 和抵御灼气的手还给了孩子 作为巡夜斯文员的他决定货命一搏 男人叫林峰 18岁时通过武考进入了大学超能系武科 他从大一开始就努力夯视基础 盼望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战斗人员 大二是在老师的指导下 击败了一只不入阶的义者 可在超凡世界 努力在天赋面前根本不知一体 即便林峰听尽全力 但最终还是未能突破制 不得已他只能从武科转到文科 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巡夜斯文员 可命运总是这么爱开玩笑 今天他这个文员 却来到本来一辈子也不用触及的案例 他还得在没有任何防护 和武器的情况下和怪物战斗 四人员 四只行走 伴兽类形态 是一阶中卫的杂碎 林峰突然看到怪物口中 还有没吃完的肉 他不由的意境 难道已经有人遭了他的毒手 不容他多想 怪物吐出了口中的剩肉 蓄力冲向了林峰 为此林峰也做好了充分准备 他把重心转移到左脚 用心全力一拳 封向怪物的脸 怪物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拳 打个嗷嗷乱讲 很好 这熟悉的感觉回来了 就在林峰感觉良好 是忽然满脸不可思议 不容思索 怪物隐藏着的大手 已经结结实实 打在了林峰的胸前 可恶本想避开的 脑子转过来了身体 却跟不上 怪物根本不给林峰喘息的机会 怪物这镰刀快速劈向林峰 面对怪物无差别攻击 林峰只能左右 腾挪极力地躲闪 即便发现怪物攻击时的破绽 也因身体跟不上无法反击 就光是躲闪林峰 身体也开始慢慢变肿 身上像扎了无数根小针一样疼痛 林峰尽量和怪物拉开距离 然后环绕着他跑动 寻找出手机会 他得速战速决 越拖下去越对自己不利 在找到合适的出手机会后 林峰开始蓄力 阴影者的力量 致盲 一辅暗夜之力开始从拳头释放出来 成败与否就此一意 这个男人是真的倒霉 15岁时目睹的亲人都被一主杀害 18岁起零后选择了无考 进入超能系的 他付出了比别人多十倍的努力 可资质平庸的 他再怎么拼命也突破不了 大二结束时 20岁的他被强制从战斗班踢出 不得不弃武从文的 他在寻夜司找到个文职的工作 但加完一天搬回家时 居然让他碰到怪物冲破暗面来撸小孩 处于职业本能 他不加思索就冲了上去 因为没有武器和防护装备 在这重度感染的暗面里 他吃尽了苦头 而怪物却是如鱼得手的越战越野 逼得林峰不得不冒着变异的风险 跳到半空发动暗影者的力量 暗影之力狠狠打在怪物脸上 直接把他轰向了地面 可超能者每发动一次能力都会导致污染 加之是在被污染的暗面发动能力 林峰现在已经是重度污染 他现在呼出的空气都已经变成了灼气 没给他喘息的精 怪物就已经再次咆哮地冲向他 虽然像林峰这种意志力薄弱且低自制者 是绝对不能多次使用能力 但今天不玩命是不行了 林峰只能不顾后果地冲了上去 结果却是林峰被怪物结结实时击中了胸部 一击就让林峰翻滚地飞出了数米远 此时林峰再次陷入被动 怪物已经完全适应了他的能力 眼前不过是一阶中卫的怪物 随便一个战斗系的学生都可以将他单手虐杀 可他却生生把林峰逼入绝境 这或许就是天赋的差距 即便知道赢不了 身为寻夜司的他也没退缩办法 更何况他身后还有着两个小孩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拖住怪物 祈祷其他寻夜司能尽快打 可伴随着黑夜里一股鲜血喷涌而出 林峰的左肩直接被怪物的触手贯穿 紧接着怪物一用力 林峰就被狠狠地砸向了地面 林峰开始觉得视线慢慢模糊 这是要死了吗 往事就像破碎了的画面 一个个出现在脑海里 人类和怪物抗争的百年 并不是像宣传的那样祥和安宁 有的只是节节败退 当乌云将太阳遮蔽 谁人又能看到希望 死亡不正是超凡者的常态吗 忽然林峰已经拿出一颗蓝色药丸放进了嘴 瞬间瞳孔的颜色骤变 一股黑蓝色的力量从中迸发出来 林峰冷哼道 就算死也得拉个垫背的 接着力量遍布全身 自此他就可以进入影子的世界里修炼 他还在里面找到个陪练的怪物 可他这天进来却发现 怪物的血量变成了24% 暗面里还多了两个小孩 和一个奄奄一息的邻居哥哥 因为就在刚刚为了保护这两小孩 身为寻夜司的林峰 不顾自身安慰吞下了蓝色药丸 瞬间爆发出可以跟怪物抗衡的力量 怪物看到倒下的林峰再次站了起来 瞬间暴怒挥舞着镰刀就冲向林峰 林峰在药物的作用下 力量和速度都得到极大提升 他越起一个飞踢就狠狠踢在怪物脸上 强大的力量直接让怪物原地起背 就在怪物飞出的同时 林峰把这股力量附着在拳头上 接着雨点般的拳头就落在了怪物脸 打得他毫无招架能力 林峰明显地感觉到药物带来力量的同时 身体的侵蚀也越来越严重 坚持 再坚持一会就能解决他 可他手上的力量也逐渐消失 攻击速度也越来越慢 反而身体却越来越重 视线也开始慢慢模糊 隐约中看到怪物正扑向他 接着他就被怪物狠狠一拳打飞了出去 因为他已经没有一丝力气躲闪了 看不见了 结果还是被自己的能力反噬 连课药都赢不了我真是弱爆 结束了 我平凡又无聊的一声 就在他准备接受死亡时 忽然一个声音传入林峰的耳朵 你马的小仔组 你不在小区门口怎么跑着来了 寻夜斯 不对 声音太年轻而且说话方式也不像 超凡者 更不可能了 暗面门口被寻夜斯牢牢把着 正常人根本进不来 就在林峰还在疑问这人是谁时 江游已经走到了他的身边 并把他扶到一旁 江游握紧拳头自信地说道 你先休息一会这里就交给我 林峰还在想 江游肯定是某个神秘的强者 可疼想怪物紧紧一拳就把江游做飞了出去 林峰看到飞出数米远的江游 他就像被万围击中一般 好 好弱呀 看到林峰还能动他 怪物的镰刀再次劈向他 忽然一个大手掌凭空出现 狠狠地抽在了怪物的脸上 这下是真结实 怪物的血量直接从24%变成了23% 小崽种 你的对手是我 老虎不发为你真的把我当成Hello Kitty 这个男人是真的头体 拿着个酱油瓶子就要去跟怪物干掉 怪物看到自己被强 视野是率先发起了攻击 有一个侧身轻松躲过 在这一瞬间他已经抄起了酱油瓶子 盗着怪物的脑袋就狠狠地砸了下去 酱油瓶子也是碎上了半截 但伤害并不高 此时怪物的镰刀已经悬在酱油的头顶 就在镰刀落下的瞬间 酱油一个瞬移来到了怪物身后 化瓶为刀对着怪物腰子就一顿猛刺 被激怒的怪物发起了更猛烈的反击 可和他战斗过多次的酱油 早就摸清了他的攻击套 每次攻击都可以轻松躲开 还能在怪物攻击的空隙发动反击 用瓶子猛刺怪物的腰子 看得一旁的凌风一脸猛低 不知该说酱油是厉害还是弱鸡 说他厉害把他又全无章法 而且还造不出实质性伤害 说他菜把怪物不仅打不中他 还被他压着打 逼得怪物不得不跟他拉开距离 正在此时 酱油抓住了怪物后退的空袋 准备给他致命一击 可他在攻击时却忘记了防守 就在他靠近时 怪物的尾巴就结结实实打在了他的胸口 直接把酱油击飞了数米远后 狠狠地砸在墙上 太大意了 老是攻击他腰子他已经有了防备 看着迎面攻来的怪物 酱油陷入了两难 怎么办 再挨两下我就死了 保稳的话 我可以先逃出暗面过两天恢复了再来收拾他 但这样的话他们准死 见死不救可不是我的风格 最后酱油选择输死一搏 他就剩20%血了我怕个球 就在酱油要去跟怪物硬钢时 凌峰叫住了他 他右侧肋骨处受伤严重 潮纳攻击 收到凌峰的提醒后 酱油提高了速度 怪物每次攻击酱油 他都是扑了个空 而酱油却像个魅影一样 在怪物旁边左右游走 只要逮到空隙就捅他右侧的腰子 几回合后 怪物的血量就降到了18% 怪物眼看自己就要被酱油耗死 他转身就跑 酱油还在想 这小趴菜打不赢就跑吗 此时怪物刚好从凌峰的面前飞步 他不由的一惊 大喊道 不对 快快快 他要去回血 此时怪物已经来到了两个小孩的身边 并且堆着两个小孩张开了血盆大脑 两小孩马上就要沦为怪物的典型 孩子已经绝望地闭上眼睛等待着死亡 吃奶的力气扔向怪物 饮料瓶像子弹一样滑破了寂静的夜空 静直飞向怪物 瓶子划过空气的声音 却惊动了正准备干饭的怪物 再要击中怪物的瞬间被他抬头给躲开 凌峰见状根本顾不上身体的疼痛 他用尽最后一次力气跳到空中 即便左脚已经90度弯曲 他以身为矛右脚围枪 给你全力狠狠砸向怪物 在创伤怪物的同时 凌峰也像坠物一样静直地落了下去 他和怪物都同时口吐黑血 凌峰以杀敌800自损1000的方式 把怪物的血量从18%打到15% 同时也把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 怪物把血盆大口已经对准他 就在怪物的大口靠近凌峰的瞬间 一双手出现紧紧抱住了怪物 是姜游及时赶到 他露出了邪魅一笑 然后一嘴咬在了怪物的肩膀上 既然你那么爱咬人 我今天就咬死你 瞬间让怪物掉血1% 还有抓住怪物的头发狠狠砸向地面 姜游骑到怪物的背上 就开始疯狂输出 一种是吧 吃人是吧 老子让你吃 看我不把你打得血狗叫 怪物的血条也是肉眼可见的在减少 在姜游击打数拳后 怪物背后慢慢显现出一个发光的球体 球体就像一坨燃烧的火焰 姜游猜测这就是怪物的力量之源 他化全为掌 以雷霆之势狠狠插入怪物的内核 就在手掌插入的瞬间 一股强大的力量就从内核泄出 力量眨眼间就遍布了四周 周围的物体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 也开始慢慢浮起 同时怪物就像气球一样迅速膨胀 直接承受不住这股力量爆裂开来 暗面再次回复了寂静 只有残余的力量还在悬浮着物体 伴随着力量逐渐消失 物体也随之坠落 胜利的姜游骄傲地转头看向凌风他们 可他们在刚刚力量的作用下 已经完全陷入昏迷 忽然姜游也开始视线模糊 身体的力量就像被瞬间抽走一般 蓝孩一觉醒来 周围火光四起视横变 他赖以生存的城市到可不生 宛如一幅人间炼云 还没等姜游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成千上万之一种已经围到了他身边 看着眼前的食物 他们纷纷都伸出了锋利的爪 瞬间都攻向了姜游 似乎要把姜游撕成碎片一半 姜游不由的感慨 高悬的太阳 世界的暗面 如履薄冰的超凡 残缺的版图 微弱的星火 有人在灯红酒绿中喧嚣 有人在暗影出呐喊 沉默着的 拼杀着的 顾去了的 这就是一变后的大轴 才长成的我们也就此陨落 喂 还活着吗 醒醒快醒醒 在凌风的呼唤下 姜游才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醒来的姜游庆幸到 自己从斩杀怪物就失去了意识 还活着 还好那只是梦 他手指对着怪物的脑袋开始发动 是 怪物的身体化成一股黑雾 慢慢融入姜游的身体 不明所以的凌风还在喊 喂你没事吧 怎么不说话 直至姜游给出反应后 凌风才放心了下来 可他却不知道 自己头上血条已是岌岌可危 70%还是轻伤 50%属于伤势较重 30%就是重伤了 像凌风这样 10%则属于冰死状态 大概能救活的概率在三成 如果5% 那就只能留灵中一眼了 他俩搀扶着来到墙角坐下 凌风首先开口问道 兄弟你不是寻夜司的吧 姜游不由的好奇 他们同一栋楼居然没认出他 可想到他因为异能使用过 以至于现在看不见 认不出自己也正常 不是 果然不是 我就说骂 打一个一阶一能都这么费劲 这么猜肯定不是寻夜人 姜游一脸无语 这家伙会不会聊天 亏我刚才还救了你呢 男人只是去打个架 就顺便击败了一只怪物 却还被队友嘲笑式地 打一起一种都费劲的猜忌 姜游不请一货 这会儿都快死了 怎么还笑得出来 可凌风还在慢慢吞吞地说道 开玩笑的来 其实也挺厉害的 然后又拍了拍酱油的肩膀 继续调 能用酱油瓶淡掉一种也算是情侣 酱油版本来到许业司的形态都这么好 可接下来的问题 就让酱油有点臭的机会了 小兄弟每个大学啊 读到大姐 酱油半天才生活 每个小学 开始就大二了 酱油小的情侣不报了自己 随便四块的事情 可从小林峰就是一阶一阶一阶不大 而且好事件 熬火的酱油可能是用不可 无人也不可能 大二组七百一组 酱油怕他在文章 最文章时的大宝说道 这请报的少数话不休息 可凌风去下酱油比花头两个手指 男孩虽然只是擦破了点 却被女孩直接包成了木乃伊 包好后还心疼地锤打着男孩的肩膀 男孩却不敢有任何怨言 因为他们是从小一起比撒尿长大的青梅竹马 可这次酱油没法跟路遥遥解释 他在打酱油的路上 还去了趟岸面顺便在里面打了个一种 再顺便救了两个小孩和半个大哥 就当酱油做完这一切准备离开时 却被林峰一把拉住 他喋喋不休地讲述着自己的过往 酱油只能无奈地微笑佩服 不然林峰开始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回到学校后 帮我给五科学院的周主任到个前 就说是我辜负了他的期望 再去找找超文学院的皇副主任 帮我谢谢他当初的教导 酱油略显尴尬地微笑回道 哥要不等你恢复后亲口跟他们说 林峰却独自感慨道 北都守望学府啊 要是能回到当初就好了 看到林峰的异常表现 酱油满脸无语 明明救援马上就到 怎么整个跟生理死别一样 谈话间暗面里出现了些许波动 林峰第一时间就能感觉到 是寻夜思的人来了 酱油像解脱一般说道 太好了 总算有人来救你了 说完他就提上东西起身离开 林峰不禁好奇地询问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酱油半开玩笑地回道 不了 伤人自有妙计 林峰也似乎明白了什么 笑着跟酱油告别 去把一路顺风 然后用手指了指和来人相反的方向 酱油都不加思索 就向着林峰所指的方向走去 随着酱油慢慢走远 林峰垂下了给酱油指路的声 紧接着他的头也垂了下来 可酱油却毫无察觉 他走到角落就发动了 准备离开 此时前来救援的寻叶斯 也发现了昏迷的林峰 不放心的酱油还是回头看了你 可这一眼却让他大惊失色 林峰的血条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身体周边幻化出圣洁的光芒 他的身体也在一点点消失 酱油满脸震惊 怎么会 以现在的医学完全可以治好他 此时酱油的同伴们 都纷纷向他敬礼表达最高敬 酱油伸手想去阻止这一切 可他却什么也抓不到 随着林峰头上的血条清理 他的身体也幻化成圣洁的光芒 逐渐消失在这暗无天日的暗面 看到这一切的酱油 大声的喊的等等 可不当阻止不了眼前发生的一切 反而被隐瞳拉回现实的他 摆着奇怪姿势 尴尬地站在了街中央 不知所以的路人 纷纷把酱油当成了傻子 对此酱油倒满不在乎 只是他对林峰的死 却久久不能受害 凡是加入荀叶斯的人 不论植物 每人都会配一颗名叫遥望的药碗 吃了后会大幅度的透支潜力 死亡率高达九成 一旦服用即意味着陷入危惧 常规手段根本无法脱身 无数巡夜人都会在最危难的时刻 燃烧自己的生命来守护着来之不易的安女 姜尤坐上回家的电梯后 更是万千思绪有不上心头 他不知多少次在这里遇见过林峰 明明之前还有说有笑 说不在就真的不在了 姜尤回想起林峰硬要拉着自己 他才意识到 原来林峰早就知道自己的结局 拉着自己陪他 也只是想在临死前找人说说话 没有鲜花 没有掌声 即便是为了守护在暗面中逝去 也不一定会被人记起 姜尤暗自发誓 林峰即便在平凡自己也会永远记住他 姜尤看到自己还剩一半多的血实 也不由得疑惑 林峰剩10%的血量时还生龙活 自己剩这么多却连走路都感觉吃力 忽然一个声音传来 差点吓得姜尤丢掉剩下的半条命 电话打不通 人也找不到 让你买个鸡蛋你是去鸡窝里取吗 反应过来的姜尤立马询问陆瑶瑶 话说你怎么会有我家的钥匙 是李叔让我照顾你 所以专门给我配了一把 心虚的姜尤却不敢过多追问 这么晚你快回去睡吧 不然陆叔叔又要误会了 可陆瑶瑶早就发现了姜尤不对劲 说你这一身是怎么回事 难道出去被人打了 不知道怎么解释的姜尤转身就想逃离 却被眼疾手快的陆瑶瑶一把抓住 虽然陆瑶瑶言辞中带着责怪和埋怨 可却满脸的担心 当他抓住姜尤胸口 看到姜尤满身血字和伤痕时 脸上无不透露着担心和疑问 姜尤却是云淡风轻的解释道 自己是回来时看到抢劫就上去帮忙了 一个左勾拳一个右勾拳 加一个组合拳才将胆徒制服 再后来我 没等姜尤说完 陆瑶瑶就温柔地抚摸到他脸上 他的泪花已经在眼眶里打钻 似乎马上就要夺框而出 画面也在此并不 就连空气都安静了下来 可姜尤的内心确实不过去 他不会真信了我的鬼话 但对陆瑶瑶来说真相并没那么重要 他只关心眼前的这个男人而已 他温柔地问道 很疼吗 突如其来的温柔确实让姜尤硬接不暇 不疼了快回去睡吧 陆瑶瑶看着这个 玩世不恭且满嘴跑火车的男人 边走边说道 我现在就去告诉李叔 你大半夜和人打群架 姜尤立马拉住要回去的陆瑶瑶苦苦哀求 姑奶那我不是打架式行侠仗义 你就别去麻烦李叔了 我偏不 我就要去告诉他 忽然姜尤浑身无力地坐了下去 这可急坏了一旁的陆瑶瑶 他立马过来拉着姜尤就要去医院 姜尤表示家里药都齐全 而且李叔从讯夜思弄回来的药 可比医院的怪 陆瑶瑶此时才反应过来 原来姜尤是想让自己给他上药 所以陆瑶瑶就在上药和包扎时司机报复 分分钟就把姜尤直接包成了木乃衣 然后再结结实实给姜尤肩膀来了一下 下次还成能吗 不了不了 下次绝对不凑热闹 那你发誓我就相信 可姜尤却撇着嘴不敢发誓 气得陆瑶瑶一把抓住姜尤 又准备开始新一轮的输出 吓得姜尤全坐在沙发上求劳地说道 再碰到我就只是看看什么也不担心了 这还差不多 我走了 得到满意的答案陆瑶瑶才放心地离开 姜尤还调侃地说道 这就走了 要不注意玩我这床打 陆瑶瑶坐着鬼脸回道 在这睡 我呸 然后就匆匆离开了姜尤家 确定路遥遥走后 姜尤点开了系统 里面赫然多了个异子 姜尤好奇地点开后 界面里居然出现了他刚刚击杀的怪物 名称 犹灵 是低烈的深渊一种 隶属隐和幽种 在阴影中能够发挥超强力量 获得能力影席 影点数量增加 姜尤这才明白 击杀的一种通过影是可以登陆在系统手册里 不过姜尤更感兴趣的是新技能影席 影席 当在他人看不见的阴影中发动进攻时 你将更容易捕捉到对方弱点 首次攻击将造成巨大伤害 了解后就该查看威力 姜尤摆好奇怪姿势后大喊 影席发动 可除了满屋子的尴尬外周围却没有任何变化 姜尤瞬间暴躁如雷 完全没效果 这系统不会是耍我吧 等等 会不会是没有攻击目标 所以发动不了 一番自我安慰后 姜尤决定先看看自己有啥变化 前行者 阴影中杀戮高手 你是天生的刺客 藏匿之阴影时将如鱼得水 前行于黑暗游猎于黑暗 姜尤不游的意境 什么游猎于黑暗 不应该是游猎于光明吗 可接下来的提示却让姜尤喜出望外 你的影子已经发生蜕变 影可以与自身合二为一 一 在此状态下锻炼将有一想不到的收获 二 你的气息更加收敛 不被别人察觉的同时身体素质和愈合能力 也会大幅提升 三 你在现实中虚影点才能发动的形态 在阴影层中可以无消耗食物 四 你不存在致命部位 即便被斩首也只会大幅扣除血量而已 不会直接死 姜尤不游的胆态 拥有金手指针好 尤其是第四点 那不相当于有个不死之身 如若被斩首血量将会减少99% 而不会直接死去 姜尤不游的怒吼道 减少99%你还能就回来是咋的 还不如痛快点死掉算了 吐槽归吐槽 这些技能还是不错的 先试试效果吧 说着姜尤就从暗面召唤出了影子 果然发动技能后 影子也会跟着姜尤比划同样的动作 当两个手指碰到一起 影子会瞬间幻化成黑色影物 重新钻回姜尤的身体 只是它不会像正常的阴影一样存在 而是直接融入到了姜尤的身体 完全融入后 姜尤也会变成影子形态 男人前一秒还身负重伤缠满绷带 那下一秒就可以用千斤大锤狂砸脑 谁又能想到 这一切都是得益于它的影子 这是姜尤第一次和影子融合 当两个手指缓缓靠拢 影子就如黑色雾气般慢慢爬向姜尤 它并不是跟在姜尤的背光面 而是直接附着在皮肤表层 直至百分百和姜尤融合 融合后的姜尤更像是个影子 它看到源源不断涌出的力量惊讶的 这就是暗影形态吗 有意思 为了测试这力量 它一个弹射起步 这小小的阴间瞬间变成了姜尤的炎舞场 姜尤感受着暗影形态给它带来的速度 仿佛周围的时间都像停止了一板 同样力量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单手举起是木床锻炼 简直就跟完一样 为了测试防御力 姜尤掌来的千斤大锤 不容分说 它用尽全力就结结实实砸在脸上 完全没有痛感 简直跟挠痒痒痒没啥区比 姜尤仰天长笑 这暗影形态果然牛叉 不然邻居们的炒骂声 打断了沾沾自喜的姜尤 它立马解除了暗影形态 低调低调 不然就引起公愤了 可此时系统忽然弹出 在前行者旁边还多了可开启的格位 你一具备此格位的部分权敏 却并未正式觉醒 开启可觉醒分支能力 同时也会带来一定风险 系统接着提示 有时候风险也会变成机遇 并让姜尤选择是或否 姜尤看着选择面板陷入了沉思 是还是否 既然系统用红色表明风险 选否或许好一些 但这可能就彻底失去了 黑色能量 一瞬间就把姜尤包裹到了能量里面 寂静的夜晚 整栋大楼就只有姜尤一家 发出耀眼的光芒 猎杀者 不在猎杀中爆发 就在猎杀中灭亡 你是天生猎杀者攻击 必定造成伤害 毒枪 弓 毒等外物攻击外 藏匿于阴影的猎杀 将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这个技能更牛叉的一点是 哪怕是神明只要击中 必定造成伤害 系统还在提示 开启暗影形态后 你的斩杀能力将获得一定强化 降低斩杀触发的血量要求 斩杀就是猎物血量 到达一定界限时 血条转为星红之色 此处便是猎物的即死部位 攻击此处就可发动斩杀 将猎物彻底抹杀 只是触发斩杀的血量 会根据对方的实力能力 位格的因素影响 酱油瞬间明白 原来他击杀游灵时出现的红色球体 就是由灵血量降低触动了斩杀 酱油嘴角上扬 指着天狂笑 我这不就无敌了吗 酱油忽然又好像想到了什么 他手舞足蹈地 开始撕扯身上的绷带 扯开后发现不单是疼痛感消失 就连身上的伤口也完全愈合 就算受伤最严重的手臂 伤口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看到这愈合速度 酱油扯住了腰上的屋子 心意很硬生生地把他扯了下来 隔天酱油的朋友圈就出现 我建议勇为舍身救人 即使被歹徒连捅18刀 眼睛都没眨一下 酱油吹得牛 却让鹿瑶瑶来承担后悟 同学们纷纷都来向他打听酱油 鹿瑶瑶无奈地解释 别听他瞎说 他就是让狼狗撵了一下 可不相信的同学 还是让鹿瑶瑶带着他们去探望探望酱油 看到鹿瑶瑶用钥匙打开了酱油家的门 同学们瞬间对酱油和鹿瑶瑶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钥匙是酱油他输印塞给我 同学们刚进门就看到酱油取物子 还没来得及恢复的伤口 他们瞬间对酱油发的朋友圈深信不敌 鹿瑶瑶更是着急地上前询问 你绷带呢 还没好怎么取 看到酱油结实的肌肉 同学瞬间拉住把玩了起来 气得鹿瑶瑶揪着两人 就推嗓着要把他们赶去客厅 然后用力地关上了酱油卧室的房门 被揪出的两人很肯定 鹿瑶瑶和酱油已经好上了 把同学赶出去后 鹿瑶瑶心疼地给酱油上药 嘴里还嘟囔着 我看你脑袋是让驴给踢了 好好的伤口非要掀开 可酱油并未接话 因为他的目光被鹿瑶瑶的大长腿 啷啷啷 酱油都看得快流出口水了 完全忘记了身上的疼痛 他觉得鹿瑶瑶没好气地说道 年纪轻轻这么维俗 我让小胖点你上药了 别别别他笨手笨脚不合适 我看李叔是太久没收拾你了 那我就替他管管你 说完鹿瑶瑶就掐住了酱油的大脸床 酱油边喊疼边说道 他就算收拾我八百回也没用 你最好老实交代昨天干什么去了 别再说什么抢劫糊弄我 酱油斩钉截铁地回道 你只要相信我真的是行侠仗义 见义勇为就行了 鹿瑶瑶冷笑道 满嘴跑火车 你就没有一句真话吗 酱油心想 不然我还能怎么说 好阴影存在了一只一种 还和巡业人聊了下人生 这样你会信吗 酱油忽然想起出紧急任务的鹿巴 鹿叔昨晚几点回来 鹿瑶瑶马上就变得焦急万分 因为鹿巴出去后就没回来过 酱油看着担心父亲的鹿瑶瑶也是满是心疼 因为作为巡业人很少能平安度过一生 平时对酱油特别照顾的李叔 在执行任务中就失去了一只臂膀 邻居哥哥林峰 年仅二十余岁就战死暗面 就连强如鹿爸这样的也受过重伤 影响了根基 这辈子都没办法再进一步了 想到这些酱油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不知自己又会是什么结局 直到鹿瑶瑶的询问才把酱油拉回了现实 如果你无考通过了 你会进入巡业寺工作吗 江油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 不知道 那个那个 巡业寺里漂亮小姐姐多吗 江油只能用见笑来演示尴尬 你能不能有点正习 每天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疼疼疼 你能不能不老掐我的脸 他们的吵闹让不知所以的偷听二人组充满了想象 他俩什么情况不会是 你说呢 你听这声音 女孩和男孩在房间里单独待了几个小时 出来时男孩身上全是伤痕 这可看待了吃瓜二人组 即便他们一直趴门口偷听 虽然他们听到的画面是陆瑶瑶在做江油 可经过二人的脑补 画面就变得那么不可描述 看到江油的掐痕后 他们一致认为这就是陆瑶瑶中的草原 可没心没肺的江油出来就坐到了沙发上 根本没注意同学看他们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他坐下就开始跟同学吹 他是如何赤手空拳地对付八十个大汗 完全不理会自己变长的鼻子 和一旁听不下去的陆瑶瑶 陆瑶瑶为了耳根清静他转身离开 江油我去趟超市 顺便把你这两件破衣服带出去扔了 吹得正起劲的江油摆摆手 行 扔了吧 可他忽然又想到什么 转身快速冲向陆瑶瑶 等会 我还有东西在衣服里 尴尬的是 就在他要拿到衣服的瞬间东西就掉了下来 更尴尬的是掉出来的是包姨妈精 陆瑶瑶满脸无语 死变态 你带这个干嘛 江油不好意思地回答 昨天你不是肚子疼吗 去超市时我就好心给你带了一包 准备给你个惊喜 同学立即拿出手机拍照 心想 这个瓜要跟全班同学一起分享 他们绝对有事 这种事只有很亲密的情侣才会做 江油还捡起后恭敬地放到陆瑶瑶手上 自信地说道 来拿着 以后有需要随时跟我说 此时陆瑶瑶的心情不亚于他手中的姨妈精 他羞红着脸大声对江油吼道 不 需要 然后直接把姨妈精甩到江油脸上 江油看着气冲冲离开的陆瑶瑶 只感觉一股的莫名其妙 同学看看这瓜已经吃不下去了 也是挥挥手离开 只留凌乱的江油呆愣在了原地 既然感情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还不如我加强修炼让自己的刀更快一些 江油伸出右手发动影铜 影子还没具现实紧接着发动暗影 影子迅速地爬上江油的身体跟他融合 没人打扰 愉快地修炼开始了 蓝海有个牛叉的影子 和他融合后 就算在重的伤也能瞬间恢复 在正常人连一分钟都待不了的暗面 他却觉得非常舒服 就像长期住在工业污染环境下的人 突然来到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来到暗面江油就感觉浑身都有用不完的劲 血条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独自修炼开始 他双手着地 再把身体抚到地上 手轻轻一用力 把整个人弹射而起 后背狠狠砸在了天花板上 然后又重重砸回地板 可想而知这股力量多强 即便这样江油还是没受一点伤 还有使不完的力量不断涌出 只要用出平时做俯卧撑的力量 就能蹦得三丈高 而且分分钟就能做完上千个 连系统都憋不住提示道 你可在锻炼中发动模式 可通过吞噬阴影层的暗 来提升影点和身体素质 这一操作也惊到了江油 他立马切换形态 果然暗系统的提示修炼 各项数值都得到了相应提升 江油很快就发现在室内 就只能做些简单的动作 即便完成的速度再快提升也十分缓慢 他把目光盯向了室外老年活动中心 看着暗面空荡荡的活动场地 江油不由地发出感慨 要是在现实 那些大爷大妈还不得各个拜五为师 到此江油开始完全地放飞自我 什么高难度动作都是一组接着一组 可他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并非偶然 此时巡业司总部各部门都在严阵以待 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 每个人都面露担忧之色 报告 此次阴影层暴动范围广 且波动异常 污染指数增加的同时区域还在扩大 可比阴影层更棘手的是 各个区域都发现阴影层裂缝现象 此次暴动还不同以往 暴动区域都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 而非像以前一样随机暴动 这让经验丰富的鹿霸也不禁冷汗直冒 18岁的男孩忽然发现 自己的寿命只剩100个小时了 然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却是他自己的影子 自从男孩的影子从他身体跑出来后 男孩就开启了挂壁人生 有新的形态猎杀者 虽然能给神明造成伤害 但开启他本体也会承担相应的风险 获得新形态的江油 马上就喜出望外的去活动中心锻炼 完全忘了风险这回事 可江油却不知道 此时的他已经被寻夜丝盯上 自从阴影出现裂缝后 已经出现了四起 怪物把人拖入阴影层的悲剧 同时还有多名年轻的寻夜人战死暗面 为此寻夜丝就开始忙得焦头烂 每天的报告就跟雪片一样 因为相比阴影层的异常 深渊裂缝更加危险 因为在深渊裂缝出来的 都是些强如神明的哥斯拉 忽然角落的一个声音打断了回忆 仅仅只是怀疑 不要就跟天塌下来了一样 何况我们早就做好了战斗准备不是吗 此人正是江油的李叔 他同样是有着多年战斗经验的前辈 李叔的一番话 确实让未经世事的年轻人们放下了些许恐惧 路霸也掏出来一包马赛克准备放松一下 可放到嘴边才发现 这马赛克的味道不对 已经早被路遥要换成了嘎嘣脆的饼干 路霸欣然接受了女儿的关心 但李叔深沉的疑局 上边右下新通知你看了吗 让路霸立马大惊失色 路霸迅速跑到办公室查看 紧急通知 超凡者二阶以上除非特殊情况 否则直系子女进行资质测试后 必须报考超凡类专业 刚好路霸的女儿路遥遥 和李叔的干儿子江油 都到了相应的年纪 他们也都在必须报考超凡者之力 路霸想等路遥遥资质测试出来后 再给他选择合适的专业 可李叔却告诉路霸 他什么专业都不报 路霸好奇地询问 如果资质测试符合耐可邮不等 李叔起身边走边说道 那就不参加测试 然后快步地离开 只留下一脸错愕的路霸在一旁凌乱 李叔刚走 粉发小秘书就来找路霸汇报 在清夜小区发现一个通体漆黑的东西 不知疲倦地在活动中心锻炼 看到我们的巡业人不但不发动攻击 还会停下训练向他们进行 在资料库并没有对此一嘱的任何记录 路霸也被这奇葩玩意搞得一头误实 他又岂能想到这货就是他女儿的青梅竹马姜油 解除形态后姜油便没着急离开 而是拿着手机在角落直播 因为他在阴影层里发现了一只可爱的大蜘蛛 看到这稀奇古怪的生物 直播间瞬间涌入了几百万观众 姜油虽然好奇原来这些内容明明受到管制 现在怎么又可以发了呢 不管了 这些内容可以直播 自己马上就会成为大网红了 正当姜油背对着怪物沾沾自喜时 系统突然弹出 差点把他活活吓死 姜油认真盯着屏幕 心想不会又要给个什么牛叉的技能吧 可屏幕却只弹出了介绍面板 再次介绍了猎杀者的属性和威力 姜油瞬间举起了愤怒的小拳筒 就这点颇事还出来下午 可马上他就嚣张不起来 因为控制面板赫然显示 他的寿命只剩下短短的一百个小时 姜油瞬间炸裂 才一百个小时那自己还活不过五天 寿命只剩一百个小时 就像梦魇一样围绕在姜油的耳旁 他忽然想到 系统曾提示过 开启魏格会承担一定的风险 但就给活四天了 管这叫一定风险吗 姜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肯定有补救方法自己是不是漏了什么 在系统提示中有这么一段 唯有不断的猎杀 自己方能延续生命 因为以为是重复内容 他就没有仔细观看 为了弄清是不是只要击杀怪物 就能延续生命 姜油继续点击着控制面板 生命与死亡是猎杀者的权柄 或许你将在无尽的杀戮之中获得永生 消亡也会以另一种形态存在 内容太多差点直接烧坏了姜油的CPE 但他可不管这些 杀个一种延续受命者没错 刚好就拿眼前这只蜘蛛试试水了 即便这样姜油也没放过当网红的机会 他把手机反着固定在了角落 反正这账号是李叔从询夜思弄来的秘密账号 也不怕别人查到自己头上 接着直播现场就变成了这样 一种猴必多 真假我来说 大家好我是小牛 一种大蜘蛛我一个人吐 大家不要发出动静 我要绕到他后面用狼牙棒狠狠给他一下 说吧姜油就拿着棒子悄悄绕到怪物后面 随着大蜘蛛的一声惨叫告诉我 睡觉绝对不能把屁股露给别人 吃痛的蜘蛛立马起身 四处寻找是什么东西在背后偷袭他 此时姜油紧张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 逗大的汗珠也像雨点般冒出 可蜘蛛转了一拳 也未能发现跟他近在咫尺的姜油 姜油暗自窃喜道 就算贴这么近他还发现不了我 这暗影形态还真是方便 随着怪物的血量减少触发了斩杀 怪物的死穴发着耀眼的光芒暴露在姜油面前 姜油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双手高举狼牙棒猛的往后蓄力 40米长的大棒瞬间插入蜘蛛身后的死穴 死亡的感觉瞬间把大蜘蛛拉回了回忆 半小时前自己才从深渊来到了暗 这里没有深渊的压抑 也没有那么多强大且恐怖的家伙 只要谨慎些再加上自己的伪装能力 在这里活下来应该问题不大 即便很早以前他就感觉到 自己被姜油这个小崽子盯上 不想惹是生非的他 选择了快速逃离尽量远离危险 可曾想着老六却不讲武德 专往自己最薄弱的定步攻击 姜油也因为用力过猛 差点让体内的影点喷射而出 调整好后姜油再次拿起了狼牙棒 很好 一下就掉了60%的血量 再来一下他就 还没说完 蜘蛛的触手就已经来到姜油的眼前 一个脑瓜崩就把姜油弹出了10米开外 姜油强撑着起身自我安慰的 一点都不疼 忽然蜘蛛屁股的弱点上又多了根狼牙棒 因为姜油从不记仇 有仇都是当场暴 看着地上翻滚的蜘蛛 姜油再次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他决定不再跟怪物继续缠斗 而是原地发动了影席 影席发动后地面就像变成了池塘 姜油像鱼儿一样慢慢沉了下去 这就是影席吗 居然能像前行者一样潜入到暗影之中 用不着跟一种正面搏杀 只用像丛林中的猎手一样耐心等待时机 发现猎物的破绽和弱点时 一到灵不知灵而响叮当之事给他致命一击 一种超凡猎物猎人 那又如何 狩猎开始了 此时现实世界的一个银发少女在拿着手机暴面 怎么最近的主播都这么无聊吗 直到刷到姜油的直播间时 他才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眼神 里面全是在熟悉的地方 有着些陌生的一种在自由地玩耍 第一次看到一种的少女兴奋地直起了身子 天啊 真的吗 不会是特效吧 姜油指着后面痛苦挣扎的蜘蛛介绍他 这东西叫隐纹珠 骨魔种 一接中卫 来自深渊的低劣一种 看到这里 银发少女就不自觉地对着手机屏幕亲了上去 看到有女生向直播间里的姜油示好 他就会感觉到莫名其妙的不适 看着姜油通过影瞳慢慢潜入地下的花 银发少女再次投去崇拜的眼神 消失了 这个主播难道是个超凡者吗 姜油前到了变异蜘蛛的上方 抬脚对准了蜘蛛定不插着的棍子 一用力 整根棍子就全部进入了蜘蛛身体 伴随着一声惨叫过后 她也就彻底痒痒 女孩只是在手机里多看了一眼 她就彻底喜欢上了里面的内容 因为里面的男孩通体漆黑 手里拿着根筋黄色的大棍子 正在跟来自深渊的隐纹珠战斗 姜油这个老六 专门就是同隐纹珠最薄弱的屁 为此隐纹珠也装死来麻痹姜油 就在姜油放松警惕时 隐纹珠立马发动毒刺攻击她 可一切早就被姜油看穿 她不但轻松躲开 还比出挑衅的手势 气得隐纹珠火力全开八只脚 同时攻击姜油 但姜油只是抖抖屁股扭扭腰 就轻松躲开 屏幕前的女孩虽然已经吓得浑身发抖 可眼睛却舍不得离开屏幕一下 恼羞成怒的蜘蛛喷出了大量的毒液 因为不清楚姜油的方位 她直接让毒液包裹在自己的四周 她得意地裂开大字 嘿嘿这次看你的老六死不死 忽然身后的声音吓得她一激灵 她反头看去 只见姜油早已潜到身后的房顶 正像看猎物般盯着隐纹珠 你以为在地上涂满毒液物 就奈何不了你了吗 阴影可是无处不在的 说罢姜油幻化成一股黑影 龙楼顶急速冲向隐纹珠 隐纹珠立马对准姜油的攻击路线土去毒液 毒液也确确实实拦截到了姜油所在的位置 可奈何姜油可以自由行走在阴影之中 瞬移穿梭折月意识她的绝技 所以就在毒液接触到她的瞬间 她就前进了墙壁 还没等隐纹珠反应 姜油已经手握棒子出现在她头顶 我是来自阴影中的暗杀者 无尽的杀戮让我的记忆破碎 依稀只记得我的名字 在姜油嘟囊间 棍子已经从隐纹珠下颚穿到了头顶 这是姜油猎杀形态下 身体跟对影子的战斗意识发动的攻击 此时的姜油已经把意识交给了影子 自己只记得名字里有个油字 面对凉透了的影纹珠 姜油缓缓抬起了右手 影视发动 瞬间影纹珠的黑色影点 就像雾气一样通通涌入姜油的身体 此时的姜油浑身漆黑 只有眼睛发出耀眼的光芒 身上微电缠绕 她双手排开 有影点力量具现出的披风赫然劈在身上 猎杀完毕 她单脚踩在影纹珠的白骨上 赫然一幅超级英雄的姿势出现在屏幕前 这十三针让她装到了 屏幕前的少女立马投去崇拜的目光 好久没见到这么刺激的东西 二话不说 马上找到姜油的主页关注 这个又酷又中二的博主上马找了 关注后的少女立马就给姜油发私信 你好加个V 刺杀任务高价 蓝还获得了可灭神的暗影形态 为此她付出了全部寿命 为了活命 她得不停地击杀怪物 刚击杀的影纹珠虽然只是一阶中卫 也被姜油收入了背包 因为她有着酸液 吐司和骨膜污染三个技能 只是姜油的寿命仅从四天加到七天 有点让姜油大失所望 她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和影纹珠有的硬差距 能打败她全得益于技能影席 因为首次直播击杀一种 姜油的直播间观看人数也突破了150万人 姜油立马停止直播间笑道 得留点悬念 掉一掉观众的胃口 退出直播姜油就开始研究起影纹珠的吐司 可她具现出来的丝线是黑色 她轻轻用手一弹 珠线飞到百米大楼顶部牢牢的固定住 再一回收 姜油就开始原地起飞 静止飞向楼顶 她还可帮珠丝两头固定做成锁道 自由地在中间穿梭 也可以一头固定 另一头像猿人泰山一样荡去任何一个地方 缺点就是难以控制落地 一不小心就容易撞墙 看到墙上砸出的大洞 姜油还是选择了较为安全的壁虎爬 本来打算离开岸面的姜油 看着面板上寿命还剩七天苦恼不已 她看着空荡荡的街道联想道 虽然还剩七天可一种并非天天碰得到 万一几天没有一种跑出深渊 那自己不就得直接原地去世 此时系统提示 由于你的凶名流传 解锁了部分猎杀者权力 标记 你能够标记猎物 更容易发现其弱点进行弱点打击 被标记的猎物将会产生星际 红炬等负面状态 效果根据双方实力差距而定 单一目标短时间内标记仅可存在一面 提升凶名或位格将强化此能力 但请注意发动标记将消耗一定精力 而且可能会暴露位置或精妙猎物 请谨慎使用 追猎 追猎标记的猎物时 你将获得敏捷力量加持 追猎成功你的某项属性或能力 也将获得随机提升 追猎不但无消耗 且还能与标记持续时间相同 请在追猎时间内将猎物击杀 提升凶名或位格强化此能力 对于为什么会凶名流传解锁权柄 酱油是摸头不着脑 难道是因为刚才的直播 如果真的是这样 想到这里酱油开始欣喜若狂 猎杀一种 减视频转流量 解锁新技能 猎杀般的情质 酱油向怪物嚎叫的方向发起了标记 虽然距离甚远 可怪物的弱点立马变成红色光点暴露无遗 酱油瞬间转换为猎杀者形态 继续前行于黑暗之中 女孩走过最深的路就是男孩的头 小时候先是骗她一个小女孩跟自己比尿尿 不过瘾又骗她装小企丐满大街气态 长大后还想骗她做点大人的事情 好在被鹿爸及时发现制止 即使这样酱油还是不老实 隔天她又让鹿瑶瑶来给她制伤 自此姜油就像打开了鹿瑶瑶的新大路 什么大病小情都让鹿瑶瑶帮她处理 即便知道鹿瑶瑶会在处理伤口时下狠省 以此来套出自己受伤是干啥去了 可姜油这件皮子就是不说实话且乐在其中 鹿瑶瑶虽然也知道姜油不会说实话 但还是质问道 你给我老实交代你又去干什么了 姜油含糊七词地回答道 我是去当英雄了 小姑娘家家不懂不要说话 是吗 你见哪个英雄天天挂彩 没点本事还学人逞 说完一坨满是酒精的棉球 就使劲塞进了姜油的鼻子 姜油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点伤我用暗影形态分分钟就能治好 这不是故意留着让你帮我上药的吗 看到姜油暗自嘀咕 鹿瑶瑶就知道这小子肯定憋着坏 你一个人嘀咕什么呢 眼看不妙的姜油立马分散鹿瑶瑶的注意力 不知道最近有啥有趣的电影没我们去看的 鹿瑶瑶拿着手机哗啦半天回答 都是烂片没啥好看 不过最近有阿蒲主挺有意思 这倒不然勾起了姜油的兴趣 他不自觉地就凑到了鹿瑶瑶身边 可曾想鹿瑶瑶说到阿蒲主居然是自己 姜油差点没被一口水枪死 心想他应该不认出自己吧 鹿瑶瑶一脸嫌弃 你怎么了 看人家帅也不用这么激动吧 姜油忽然变得语无伦次 你是 你是什么时候看到他的 也是这两天直播杀一种上了热搜 才注意到他 姜油继续套鹿瑶瑶话 不过公布这些超凡知识不犯法吗 鹿叔叔他没说什么吗 不宜公开的是核心知识 对于这些基础中的基础影响不大 鹿瑶瑶忽然挽住了姜油的手腕 你不是对超凡很感兴趣吗 你可以关注一下他 他还有和一种实战的视频 姜油嘴上不说心里却想 姐姐里面黑不溜秋的就是我了 鹿瑶瑶忽然突发奇想 姜油你说我可不可以录点视频发上去 万一火了呢 姜油嘲讽到 录什么 穿个JK小白丝在阴影层跳舞吗 吻开了变态 我就不能录些讲解超凡的视频吗 你顶多就是看了点资料 怎么跟那些经验丰富的巡夜思前辈 接着姜油又指着鹿瑶瑶的短裙说道 你下次别穿这样出门 容易被变态跟踪 上次我就不小心跟丢了一个 跟丢一个虽然小声 还是被鹿瑶瑶耳间听到 鹿瑶瑶果断拔枪 吓得姜油大气都不敢喘 布荣芬说枪就对准了姜油的腰子 说这一身伤不会是跟踪哪个JK美女时 被人给打的吧 姜油立马举手投降 没有 我就是为了活跃气氛开个玩笑的 鹿瑶瑶用枪口拍拍姜油的腰 你不说实话是吧 直到姜油卑微地求饶 鹿瑶瑶罚他为自己做饭才饶了他 这是男孩带着影子击杀怪物的场景 发到网上后瞬间激起网络巨浪 短短几秒观看就高达150万 可姜油的烦恼也随着而来 姜油被鹿瑶瑶折腾一天后 本就疲惫不堪 但打开朋友圈里面全是谩骂的声音 什么垃圾 什么造假 反正怎么难听怎么骂 骂得姜油一头雾水 直到一条地道石锤你的评论 引起了姜油的主意 姜油忐忑地点开了他的直播间 带节奏的真是这 明明为地道的地中海大叔 为了硬蹭热度 他今天又要翻出姜油的视频打假 大伙先看这两个定格画面 发现没有 两个之间不连贯 很明显是剪辑过的 再看看这背景 明显进行了后期处理 把不真实的地方给演呆 姜油一脸无语 自己不就把战斗中出丑的画面剪掉了吗 这也被大叔拿来硬炒冷饭 看着现在超凡者巡夜人这么 大叔继续不要脸的晚上贴 称自己才是正儿八经的巡夜寺外边人员 所以才一眼就认出姜油这种小丑 还恬不知耻地劝姜油好自为之 为此姜油还装作满不在乎 实锤就实锤吧 事实证明只有当潮水退去 才能发现是谁在裸泳 姜油起身身身揽腰 既然说我视频是假的 那我就再去猎杀一只一种 顺便多挣点寿命 不过在这之前 我得把地道那不要脸的家伙 安排得明明白白 说罢姜油就发动了影头 一个天生的猎杀者 令敌人胆寒的噩梦 启荣你恶意诋毁 进入暗影形态后 姜油拿出了危险摄像头 放在胸前 他来到制高点开始寻找猎物 可这两天怪物都被他打怕了 的确有点不好找 忽然角落的异动 引起了姜油的注意 里面居然躲藏着一只怪物 这老六躲在这里 肯定也是想偷袭别的意义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你是老六姜油就是666 姜油提着狼牙棒来到天台 心想作为猎杀者出场方式必须帅 可他刚迈出左脚就被定主 这个高度下去 就算不死也得掉半管形 帅不帅以后再说 滚点 也浪 还是乖乖走楼梯保险 男孩从来不记仇 因为有仇都是现实报 如果有怪物胆敢偷袭他 那他就会潜到怪物身后 用40米长的大棒对他使用千年杀 就是这样一个狠人 居然还有博主为了蹭流量打假失锤他 姜油嘴里说着没事 实则是想着要怎么把他安排得明明白白 他再次来到岸面 还特意在胸前安上了微型摄像头 运气不错 近来不久就在角落里找到了潜伏的猎物 姜油掏出了早已饥可难耐的大黑棒子 此时的怪物已经隐藏得很好了 在这安静的街道上 除了半个身子和整个脑袋露在外面外 完美地把屁股藏到了隐蔽处 姜油前到怪物的身后 对着他发动了标记 被标记后的怪物 弱点在姜油面前暴露无遗 而且还会瞬间感到莫名的恐惧 惊慌的怪物已经步步的危险 像无头苍蝇一样跑到大街上寻找恐惧的根源 姜油看准机会举起了大黑棒子 把力量集中到了右手 迅雷之势从地下向怪物发动 他的成名绝技千年杀 失踪的怪物养天怒 血量也瞬间减少55% 姜油并不想给怪物喘息的机会 他趁怪物在半空的间隙也跟着跃起 在半空瞄准猎物发动了追猎 此时自身的力量和敏捷也迅速提升 那还客气啥呀 对准怪物脑袋干他就完了 他用力一击下去 却被怪物微微侧身就轻松躲开 这确实让姜油始料未及 不经疑问 难道他已经看穿了自己的攻击 姜油分神的瞬间 怪物反刻为主直接移动到姜油的头顶 姜油在想追击时 已经完全跟不上了怪物的速度 直至被怪物牵引着回到了地面 姜油和怪物形成了对峙模式 怪物对准 姜油率先张开了血盆大口 姜油以为怪物要向他攻来 提前摆好了防御姿态 不曾想怪物却是发动了远程攻击 一种影响精神力的阴波 受到阴波的影响 姜油突然头昏脑胀 精神恍不 姜油反应怪物的攻击也接踵了之 身体也被斩击击中 虽然不致命 但也生生把他击退了数据 就这一下干掉了姜油34%的血量 姜油现在已经顾不及身上的疼痛 因为尝到甜头的怪物 已经挥舞着两把砍刀向他冲来 姜油从他的触手推断 这家伙是个高功高敏血薄的刺客 看来轻松战胜他是不可能吗 得想想策略 面对袭来的怪物 姜油画作影子直接潜入了地下 然后像条水蛇一样 以影子形态在地下游走 不管怪物怎么攻击 在暗影世界姜油都能轻松躲开 当怪物放松警惕时 他又会去化成尸体出现 逃着他没防备的地方给上重重一击 眼看这招奏效 姜油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小样跟我斗 接着姜油就用同样的方法 开始单方面猎杀 怪物虽然被揍了却见不到人 即便怪物再是高功高敏 可他攻击又碰不到姜油 姜油攻击他他还躲不过 眼看怪物已经毫无还手之力 姜油才完全聚化出本体 然后对着怪物的樱桃小姐就疯狂屈屈 直至触发猎杀 怪物的死穴幻化成星红色 姜油对准死穴双手抱拳猛的蓄力 猎杀时刻 就当拳头要击中怪物时 姜油忽然停下 姜油吃惊的差点 把两个发光的眼睛瞪了出来 难以置信 眼前的怪物居然是巡夜人凌峰 他死后变成光束消散在这暗面的屎还粒粒在呢 为何会变成这样 又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瞬间姜油脑子里充满了疑问 就在姜油分神的间隙 怪物从他身下挣脱了出来 挣脱的怪物不再偷袭愣神的姜油 而是迅速逃离 反应过来的姜油迅速追了上去 你先等等 我有话跟你说 可怪物早已消失在寂静的暗面 姜油慢慢停下了追赶的脚步 他看着凌峰消失的方向 脸上满是错愕于震惊 男孩看到昔日为了救人牺牲自己的大哥 现在居然变成了吃人的怪兽 虽然男孩有机会一击解骨他 可他还是有心无意地放走了凌峰 事后不管是情感意识自身行为 姜油都久久不能释怀 系统却完全不顾及姜油的感受不断提示 即将猎杀成功的猎物 却意外让猎物逃跑 很遗憾 这是场失败的猎杀 甚至用出红色字体提示 请注意 若连续猎杀失败将削弱你的实力 乃至于削弱你的寿命 姜油虽然清楚 只有不断猎杀提升凶灵晋升阶位 猎杀者才能掌握更多生死权柄 此时的姜油心中满是怒虎 觉得人生不过如此 在猎杀还是不猎杀中犹豫不决 系统看到他的消极不断在他耳边回响着 那你就等死吧 等死二字更是不断循环 姜油一拳狠狠打在系统 提示屏幕上 大声向他吼道 够了 我知道 劳烦你闭嘴 姜油的脑袋就像要炸开似的 昔日为了救人而牺牲的英雄 最后怎么就会变成了怪物 姜油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镜子面前 看着镜中的自己 他陷入了沉思 我此后也会变成怪物吗 那是否还会保有生前的记忆 姜油突然恍然大悟 既然一切都是未知 那我还担心个鸡毛啊 他不自觉地捏紧了拳头 我必须不断地猎杀下去 之所以我会有这么强烈的情绪 只因为我还活着 姜油通过定位来到了荒地 因为据报道这里经常有一种出没 虽然这里是不愁找不到怪物 但就是有点麻烦 姜油的慢慢地翻找 因为这里的怪物胆小全都躲了起来 不过周围轻微的风吹草动 也逃不过暗影形态下的姜油 姜油寻这轻微的声音来到了一栋楼顶 果然看到一个正在干饭的牛头人面兽 看来他挺强啊 居然没躲起来 他还在悠闲自得地在天台干饭 眼见的姜油发现 他的腿似乎受伤严重 而且血量也大残 姜油再次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好机会 这次绝对不能失手 姜油从背后悄悄地靠近怪物 本打算搞个偷袭 可他才靠近了一边 怪物就立马开始警觉了情人 逼得姜油不得不再发动暗影形态前回地下 同时姜油还对怪物发动了弱点扫描 新红色的光点赫然出现 看着地面寻找的怪物姜油也感叹 这么机名也是第一次见 若不是大残自己还不一定是对手 虽然姜油潜到了地下 可怪物还能靠灵敏的嗅觉寻找过来 而且怪物身上的弱点光球 也因他处于高度警戒而变灭 姜油清楚必须等 等他放下戒心后 给他致命一击才有胜算 姜油在怪物刚放下戒备 瞬间发动了标记 还没有怪物 他的四个死穴都已经被逐一击补 与此同时 陆瑶瑶正在家给姜油做着好吃的 干大的是 回来的居然是陆爸和李叔 男人贯注全部经历养了 十八年的好白菜刚长成 可一不留神 就被邻居好兄弟家养的猪给盯上 食指不沾羊春水的女孩 还跑去给男孩做起了饭 听到有人进屋 陆瑶瑶没好气地说道 这么晚才回来 你又跑哪鬼混去了 还不快过来 还没等说完陆瑶瑶发现 进来的是自己的老爸和李叔 又来给我夹小姜油做饭呢 我就说他在这边吧 我养的丫头都成你家的 陆瑶瑶不好意思地回道 爸你别乱说 我永远都是你的丫头 陆爸提议难得聚一下 他坐东到外面大吃一顿 陆瑶瑶却告诉父亲 不用了自己都已经做了一半 父亲看着自己煮面都费劲的女孩 现在为了邻家男孩都能做出四菜一汤 不知是该高兴还是难过 李叔却很失去 老陆改天再搓吧 今天正好尝下瑶瑶的手艺 我也算是沾了小油的光了 李叔突然发现只有陆瑶瑶一个人在家 询问得知那臭小子又跑出去玩了 此时刚好房门被打开 香油完全没看到眼前在说自己坏话的李叔 进门就大喊 干饭干饭干饭 我都快饿死了 瑶瑶今天又给哥做什么好吃的 看哥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棒棒糖 还有你给我发这么多消息 是不是想我 突然姜油感觉一股杀气扑面来 抬头望去又是陆爸那刀人的眼神 李叔捂着头心想 小子你就自求多福吧 姜油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房间的气压此时也降到了冰点 姜油立马收起了棒棒糖 笑着解释道 我刚刚被勾碾了 一路狂奔可能有点神志不清 所以才与无伦次 大妈怕啥 年轻人谁不打架 没点火气哪能叫年轻人 陆爸也不怀好意地接查道 是啊 年轻人为了心仪的女生 争风吃醋发生点摩擦很正常 对了上次我看到你和 一个穿小裙子的姑娘肩并肩一起走 她叫什么来着 陆瑶瑶无奈地说道 叫于周二 陆爸接着补刀 小姑娘长得不错 多秀起白白净净的身材还好 谁又不愿意为她拼一身伤势吧 笑着陆爸拿起杯子就要跟姜油干杯 祝她早日追到渔州 姜油知道陆爸当着陆瑶瑶的面说这些 就是想掐断他们之间的红线 就在姜油想着要怎么回陆爸市里 叔提醒他 还愣着干嘛 敬你陆叔叔一杯啊 从不记仇的姜油尴尬地抬起杯子 陆叔我敬你一杯 姜油虽然知道两个老家伙是合伙逗他 他还是举起杯中的饮料一饮而尽 此时的陆爸也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哼 小子让你嘚瑟 姜油灵机一栋立马加菜给陆爸 来陆叔吃菜 这就你们这么忙难得吃到瑶瑶做的菜 不过他手艺这么好 原来在家里应该没少做给你吃吧 陆爸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陆瑶瑶会做饭的事情 他也是今天才知道 急得陆瑶瑶赶忙扒饭来掩饰尴尬 陆爸却气得不行 在家天天点外卖 来照顾这臭小子倒是挺积极 还天天换着花样伺候这混蛋 姜油也在为自己搬回一城沾沾自喜 李叔继续站出来缓解尴尬 来来姜油再敬你陆叔叔一杯 接下来饭局就变成了 姜油为了不被当场拍死的鳄鱼奉承 陆爸为了张显长辈气度的职业假笑 一个小时后几人结束了愉快的聚会 姜油礼貌地说道 慢走啊陆叔叔摇摇 李叔也发出了真挚的邀请 老陆常来啊 摇摇直接回了姜油剧 明天见明天见 只有陆爸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回到房间后 李叔严肃地坐了下来 小游我问你 你的能力觉醒了吗 姜油也瞬间变得紧张了起来 他不知道李叔是不是察觉了什么 男孩洗个澡的功夫 就觉醒了暗影之力 他本想着隐瞒着大家就这样过来 可曾想被李叔这老油条一眼看穿 小游你的能力觉醒了 姜油都已经紧张到狂喝水 但还在装糊涂 什么 什么觉醒能力 我干巡业人二十几年了 你身上的伤怎么会是我一眼就能认出 姜油这才知道他们的那些小伎俩 在这些老油条面前真的不值得一提 他不再隐瞒 告诉了李叔自己半个月前就觉醒了能力 这确实让李叔意想不到 那是怎么觉醒的 李叔追问的口气让姜油有种莫名的不是 李叔你这算是在审问我吗 察觉自己过于严肃的李叔立马缓和下来 不用那么紧张 说说就是了 姜油想了想回到 怎么觉醒的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突然就觉醒了 李叔不由地感叹 自然觉醒了 这种情况非常少有 一年也就偶尔出现一两个 姜油立马飘了起来 大概是自然觉醒吧 可能因为我天赋一比 姜油忽然发现李叔正严肃地盯着他 这该死的压迫感直接席卷了他全身 姜油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无力地瘫坐到沙发上 李叔你刚刚是在发动能力吗 李叔并未回答姜油而是独自说道 今年凡基础出超凡资质 只要意志力没差到难以接受都会强制无考 姜油一旁乖巧地回道 嗯 姚姚和我说了 近年寻夜思压力很大 伤亡逐年飙升 我想给你走个后门 不参加无考做个普通人 姜油不可置信地看着李叔 走后门这是可以随便说的吗 李叔让姜油几大学府随便挑 喜欢画画进个艺术学院也可以 姜油看李叔这么牛叉直接过分地说道 不上学 直接拿毕业证可以吗 李叔一大耳光就呼在姜油脸上 还可以上天呢 你去不去 恢复平静后李叔慈爱地告诉姜油 去领东学府把那里学习分为不错 毕业后我再给你安排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和姚姚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说完李叔慈祥地看着姜油 姜油却不甘于平凡 李叔我还想事事成为超凡 李叔立马开启暴躁模式怒吼吧 不行 这是你就得听我的 李叔我是认真的 危险到哪里都有 再说你也不能照顾我一辈子是不是 可超凡世界比你想象中要危险得多 不想让你以身犯险 两人面面相去各书几件都互不相让 最后还是李叔先妥协 好吧看你真的了解之后会不会后 总之大三之前想反悔随时来找我 说吧李叔挥挥手就准备回家 姜油还在后面说着风凉话 我说李叔你以后就别再搞那些歪门邪道 可李叔刚走几步又被姜油叫住 李叔我在瑶瑶给我的资料上看到 说超凡者死前要耗尽力量 防止污染外泄异化成为一种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人已经死了力量也耗尽 但还是转变成了一种 当然能力特殊或存在外物干扰 都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 不然李叔话疯一遍 你小子问这个做什么 没 没什么纯属好奇 李叔临走也不忘嘱咐 早些休息 别再出去打架了 姜油摸摸头尴尬地笑笑答应 还有个更重磅的消息是 今年五考提前了过完年 就要开始资质检测 李叔让姜油提前做好准备后就离开了 离奇的怪事和寻夜思的调整 让姜油再次感觉到将有大事发生 女孩正死死地盯着手机屏幕 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可下一秒 他就被屏幕里的人带去了另一个世界 一个怪物明显 普通人却活不过三秒的暗面世界 姜油在暗面直播击杀怪物 却遭到地中海大叔实锤打假 为此无脑的跟风粉就开始口诛笔伐 满事不堪入耳地诋毁谩骂 这把作为真爱粉的 引发少女气的火冒三丈 他化身正义和无脑粉开启了争辩 姜油为了让谎言不攻自破 他再次潜入了暗面 引发少女则是废寝忘食地和黑粉对喷 可谎话看多了少女也产生了自我怀疑 我家游哥哥不会真的是骗子吧 直至姜油再次进入直播画面 少女才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可这画面怎么回事 这里又是如此的熟悉 少女不自觉地瞪大了双眼 这里像极了自家阳台 他只感觉身临其境 可曾想自己已经进入到了其中 而且游哥哥赫然就在眼前 没等少女反应 游老六就驮着他跳向大湖 少女感觉虽然自己人是在前面飞 可魂却还在后面追 他鼓足勇气慢慢睁开眼睛发现 刘老六驮着他 用暗影蛛丝穿梭在这熟悉而又陌生的街道 少女也从开始的害怕变成了兴奋 还不由地感叹 大黑游子好厉害 这就是超凡者吗 正当两人愣神之际 一到能量波就朝他们袭来 姜游不自觉地张开双手挡在了少女前面 两人也被这突入起来的攻击狠狠砸向地面 接着一只怪物的大脚就踩在了姜游的胸口 抬头望去 赫然一个八米高的怪物 已经向他们张开了血盆大口 姜游立马伸手发动暗影蛛丝 用身体生生地把怪物弹开 看着飞出数十米的怪物 少女不禁夸赞姜游 不仅又黑又硬而且还很帅 男孩第一次带着陌生美女进入暗面玩耍 可刚进来就遭到怪物的偷袭 这男孩可忍不了 居然用他最擅长的偷袭偷袭他 姜游上去就跟怪物撕打在了一起 看着一旁的女孩心惊肉跳 只见率先发起反击的姜游 一脚狠狠地踹在怪物头上 此时怪物也是抓住姜游的防守漏洞 腹部狠狠地给了他一击 还真是杀敌八百自损八百 一旁的少女不禁感慨 这也太真是太震撼了 这绝对不可能是假的了吧 在怪物换手工来时 姜游已经跳到了空中 并且对他发动了标记和斩杀 怪物还认为是姜游打不过撤腿 嘶吼着就要冲向前换了他 结果就是被姜游绕到身后 一叽叽穿了他的身体 血条也瞬间清零 看到此目少女非常肯定 眼前的人就是来自北都的刺客 他在目睹了姜游击败怪物后 居然还可对其发动影视吸收怪物 他断定姜游能发射像蛛丝一样的 肯定是因为之前吸收的蜘蛛怪 那现在姜游吸收了这只怪物 岂不是又要获得了新能力了 想到这里他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 虽然二人近在咫尺 但姜游却从不知道少女的存在 因为这都只是少女身临其境的感受 姜游回家后看着脸上的伤口 还在隐隐作痛 他不得不承认那片区域的一种确实厉害 要不是他已经受伤了 自己也不一定能打赢 忽然手机上的提示 因引起了姜游的注意 打开一看又是这个叫地道的地中海大树 强蹭热度的他又来打假 他指出姜游所战胜的怪物已经受伤严重 即便是一个普通人也能将其斩杀 如若真有实力也不会只找阮氏子眼 姜游关闭了手机 因为现在他可没心情理会这个跳梁小丑 他复盘了一下刚刚的战斗 意识到自己的硬实力确实不够 对付一只一阶受伤的一种都还这么吃力 提升自身实力才是王道 要想不被人背后指手画脚 那就得拥有没人能质疑的实力 男孩用万年寿命换取了无敌的暗影形态 即便被斩下头颅也不会直接死去 而是确定就不活了才会慢慢死亡 自此男孩得通过不断击杀怪物 来变强极延续生命 姜游在击杀了数十只怪物后 全部能力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寿命也增加到了12天 可系统却中肯地评价姜游 看似强大 实则弱鸡 记得姜游对着系统就来了一个顶腹权 你才弱鸡呢 我现在是垂200个路遥遥 50个礼数般的存在 不过姜游自己还是清楚 虽然他在战斗中积累了些技巧 但整体水平还差得远 还得加强修炼努力变强 说着他就把引力锯在右手上 姜游发现本以为是经验条的引点开始消耗 据不完全统计 使用影丝大概消耗三点 开启影同样消耗一点 斩杀标记追猎这些技能都有不同程度的消耗 而暗影形态这种持续状态的消耗 则会根据环境而定 阴影层里是零消耗 现实阴影处是低消耗 可阳光充裕的光明区则是高消耗 想到这里姜游收回了引力 话说马上就要进行资质测试了 姜游又惆怅了起来 他不自觉起身走向阳台 姜游清楚即便别人具备超凡天赋 大戴也只相当于自己体内 赢点一到三点十的程度 自己就算不变强 目前的实力也足够震惊他们 可所谓木秀鱼临峰必摧之 太过招摇换换来的结果则是多方济语 所以姜游指添大吼道 低调老子偏步 装我也要装拨大的 反正有李叔照着我怕啥 虽然楼上炒成这样 楼下娇花的大爷却非常淡定 这娃指定有点毛病 每天一小风三天一大风 虽然姜游只能活十二天了 但他还是决定拿出一天放松一下 他跟陆瑶瑶和几个同学逛逛街 可他却低估了女生的逛街能力 说好的就逛一个钟头 可一晃一上午就过去了 姜游彻底崩溃 再这样浪费生命 我活不了几天了 大过年的不要开这种玩笑 不吉利 姜游低声嘀咕道 我没开玩笑 不猎杀我就快死了 虽然小声还是被一旁的小胖听到 吓得他满脸惊恐 还好此时陆瑶瑶他们买好东西出来 才缓解了这紧张的气氛 可离开的四人却还不知道 一股黑色的雾气已经跟上了他们 男孩非要请同学吃大餐 可女孩只是看了眼菜单 就被吓得瑟瑟发抖 菜单里竟是蒜蓉生蚝 青蒸生蚝 烤酒菜 青蒸牛鞭等大补制菜 姜游熟练地拿起菜单点到 烤面包 酱油炒饭 蛋花汤 还有这些炒素菜 一旁看戏的陆瑶瑶心想 都点些什么呀 原来点的都是些普通菜 我还以为他要点 没等陆瑶瑶多想下去 姜游就合上菜单跟服务员说道 刚才我说的这些都不要 其余的各上一份 生蚝刺身要最大最新鲜的 陆瑶瑶看着满桌子的菜心想 还真是江山一带本性难移 看到生气的陆瑶瑶 姜游立马加了个最大的生蚝递给他 别生气了 这个最大的给你 不然手机里的信息打断了他们 原来是无考检测的时间又提起了 同学们也纷纷看着手机感慨 不但是强制无考 还接二连三地提前 看来今年就别想安心过年了 姜游拍着小胖说道 别担心你的资质肯定过不了筛选 小胖虽然心里已经问候了 姜游的祖宗千万别 但嘴上还是客气地说道 我谢谢牛 小胖也讲出了自己的童年遭遇 他七岁时曾被一只一种小鬼缠上 虽然一种已经被消灭 但自己也染上了病症 和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姜游无情地嘲笑道 你那就是所 要我当场就把那一种干费了 陆瑶瑶立马打断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神经大条啊 不过逃避心里 鸵鸟心态 这是大部分人都会有的状况 即便表面上看着大家都跟没事人一样 其实一种留下的心理阴影始终存在 陆瑶瑶话音刚落 瞬间活跃的气氛也变得无比寂静 姜游第一个没心没肺地说道 行了别阴沉着脸 来干杯 说罢姜游就率先举起了水杯 忽然报警铃声响起 众人纷纷都望向了铃声响起的方向 陆瑶瑶忽然变得脸色阴沉 是 是污染探测器的报警声 是一种 一种侵入了商场 男孩在洗澡时不小心觉醒了暗影之力 通过修炼他已经拥有可对抗神明的实力 可今天未知的恐惧却让男孩冷汗直流 就在刚刚好不容易休息一天的姜游 带着陆瑶瑶他们来吃个猛男套餐 还没等冬快 几人就被污染探测器的报警声打断 此时无知的人们还在漫不经心地逛着街 直至人群中一人大声喊道 一种来了大家快逃 瞬间人们就像潮水一样涌入出口 看着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杂乱无章的人群 小胖绝望地说道 不情人太多了根本挤不进去 陆瑶瑶安慰道 先别慌大家都冷静点 肯定能出去 还没说完陆瑶瑶发现一个残影从眼前闪过 只见姜游飞身一拳 直接在墙上砸开了的大洞 此时陆瑶瑶看着不靠谱的姜游这么靠谱 不禁在一旁泛起了花痴 姜游手舞足蹈的大喊 愣着干什么 快从这里跑出去 可小胖已经被吓得两腿发热 要两个女生搀扶着才走的洞道 姜游则化身护花使者 在身后为他们保驾护航 可刚出来就看到一种已经从裂缝中钻出来 三分钟就据化成实体出现在面前 姜游看着眼前的一切陷入了犹豫 现在出手的话人太多了 自己的暗影形态可能也会被当成一种 他不再犹豫 立马拉着陆瑶瑶就开始逃跑 可人实在太多了 不管哪个方向都拥挤不堪 陆瑶瑶还在观察 商场这种人口密集的地方应该都做了防护措施 怎么一种这么轻松就闯了进来 姜游提醒他 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赶紧逃命吧 幸好一种钻出来还需要时间 不然整个商场都被他给涂了 姜游带着大家又重新跑回了商场 本想着顺着楼梯前往楼下 可突然的震动让大家都呆愣在原地 意识到不对的姜游大喊道 快抓紧我 这里要他了 半嘴的一声巨蜘 大家纷纷随着楼板的碎势开始下坠 瞬间粉尘就淹没了视线 姜游步不得身上的疼痛起身寻找伙伴 陆瑶瑶和另一名女同学倒还好 只是轻微擦伤 可小胖却被水泥柱子压住的左脚 三人赶忙冲向痛苦倒地的小胖 姜游也步步地隐藏实力 轻松举起了数百斤的水泥墩子 小胖的脚已经被砸得90度弯曲 此时小胖已经腾得满头大汗 幸亏陆瑶瑶随身携带了止痛药 以为是自己产生幻觉的小胖突然发问 这是哪儿 天怎么突然黑了 就连见多识广的陆瑶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感觉一股诡异的阴森 姜游摸摸地板发现 他们还在商场 现在应该还在之前的楼层里 忽然姜游感觉非常的舒适 他满脸镇静 不可能 这里怎么这么熟悉 而且感觉很亲切 他环顾一下四周才发现 整个楼层都被怪物拖入了阴影层 而且四周都是一片狼藉 还有很多被困的普通人 阴影层里没有交通工具 等巡业人赶过来还是需要不少时间 即便有巡业人在附近 可这些普通人就算不被怪物吃掉 这里的污染也足以要了他们的命 姜游非常的清楚 现在能救他们的就只有自己了 姜游提醒陆瑶瑶 让他快点带上陆霸给他的手环 这样不仅能准确定位位置 还能抵御一些阴影层的污染 同学们也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最起码看到了些许希望 可相比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 有的已经被怪物盯上 有的已经开始慢慢被污染 可对他们来说更可怕的是 对未知领域的恐惧和恐慌 姜游清楚陆瑶瑶的手环也只是暂时的 只有脱离这里才算安全 他立马摆好战斗姿势 接下来随时可能有一种袭击 姜游也不禁心里遗产 男孩有被影子的事情就快瞒不住了 即便男孩再不想 在人群中暴露自身实力 可为了保护自己 最在乎也迫使他不得不出手 伴随了一声巨型 周围的威压也随之消散 只留下贪软在地的陆瑶瑶呼喊的同伴的名字 听到呼唤的女同学先找到了陆瑶瑶 烟雾消散后小胖也出现在了视线 可不管他们怎么呼喊和寻找 就是没见姜游的身影 只发现刚刚姜游所在的位置 出现了个白米巨坑 在巨坑下 一个引发少女正宏昏迷中慢慢苏醒 起身发现周围不单成为了废墟 而且还充满着诡异和阴森 少女只感觉全身疼痛 逐渐恢复意识的她 努力回想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依稀记得 她和同伴逛商场时忽然听到警报声 他们跟着人群跑着跑 就莫比奇妙地掉到了这里 想到还有个同伴 少女开始大声呼喊起她的名字 此时少女的手好像碰到了什么黏黏糊糊的液体 她本头望去 竟然是面部争鸣 只剩半截身体的同伴 少女被吓得单场愣在了原地 可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更恐怖的是 此时怪物已经在她身后 举起了死神的镰刀 少女满脸不甘地回头看去 看到怪物嘶吼的面孔 少女知道自己要死在这里了 原本以为远在天边的灾难 居然已经近在眼前 她多希望自己是电视里的女主 而此时自己的王子能出现救下自己 可现实又怎么可能呢 女孩闭上双眼默默地等待着死亡 怪物的镰刀划破了寂静 血液滴下的滴大声清晰可听见 滴血的声音 少女不相信地揉了揉眼睛 眼前赫然是个黑大哥挡在了她身后 接住了怪物展向自己的镰刀 少女被怪物盯上 马上就要死了 就在她都想好了投胎要做什么致敬 一股浑身漆黑的男人 接住了展向她的镰刀 酱油用力一甩 怪物就被弹出了数米远 女孩盯着眼前的黑王子 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酱油对着怪物发动了银爪形态 此时她不当拥有吞噬能力 杀伤力也大幅度强化 并兼具高激动性 还没等怪物反应 酱油已经快速移动到她的头顶 肉眼根本跟不上酱油的攻击速度 只能看到一缕缕她留下的残影 怪物才刚接触还没等发动攻击 就被酱油击飞 持有用力找插入地下 怪物才勉强地让自己的身体停下 怪物喘着粗气怒视着酱油 女孩看着如此强悍的酱油 都已经想到两人以后孩子叫啥 酱油要再次攻击时 却被女孩叫主 饭花吃的她显然已经忘记了 还身处危险 上去就开始动手动脚 酱油好心提醒她白思花了 她却娇羞地回道 讨厌了 游哥哥你看哪里了 搞得酱油这老直男都不好意思 接着她又话锋一转说道 不过游哥哥喜欢的话 我可以回家换上新的给你看哦 此话一出 酱油立马来了兴趣 通黑的身体都无法掩盖 她流出的哈拉 真的吗 嗨思怎么样 别说嗨思了 不穿都可以哦 搞得一旁的怪物一头雾水 这是被无视了 她怒吼得好像在说 我们正在泥死我国的战斗 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酱油这才从幻想中反应过来 思不思地待会再说 我先去灭了她 看着又黑又硬的酱油 女孩再次泛起了花痴 酱油则化作暗夜的游灵 慢慢潜入了地下 猎杀时刻开始 即将战死的男人 婉却复活仅序一句话 只用美女对着她讲 哥哥加油迎了回家给你看还思 酱油瞬间来了精神 酱油的蛛丝已经穿透了她的脑袋 瞬时一拉 就像钓鱼一样 怪物就被拉到了空中 酱油瞅准时机一跃而起 对着毫无防备的怪物发动了营爪 打完收工 一套动作一气喝成行云流水 只是力道和精准度差了点 不然直接就是秒杀了 酱油转身再次冲向怪物 准备给她的痛快 突然两个攻击袭来 足足把酱油击退了数米远 酱油看着眼前的一幕 瞬间吓出了一身冷汗 又来了两只怪物 加上刚刚的大残 现在是三只那就有点不好对付了 酱油在思考 是逃跑呢 还是逃跑呢 还是得快速逃跑时 一旁的小姐姐对她大喊道 由哥哥加油 嗨嗨嗨嗨 酱油瞬间漆黑的身体变得通红 也有了毁天灭地的自信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她找准一个怪物就迅速出击 同为一旁的同伴看穿 酱油只能依靠猪丝狼被逃走 知道酱油身体腾空无法躲避 另一个已经在空中摆好架势等着她 酱油只能迅速收回蛛丝 把她捆绑在攻击她的怪物触手上 然后以她做支点 忽然地向怪物发动营爪袭击 酱油抓住机会化被动为主动 一击就挫伤两只怪物 自己还跳出了伏击圈 就在她洋洋得意时 第一只怪物已经在空中袭向了她 毫无防备的酱油根本来不及躲闪 肩膀被怪物触手狠狠击中 真是大一世荆周 酱油一个后踢让自己高高跃起 迅速跟怪物拉开距离 还好酱油暗影形态下自带治愈功能 但怪物会打配合确实很棘手 自己最多也就能牵制两只 这样打下去根本没有胜算 他立马发出蛛丝想用开始的方法先干掉一只 可曾想即便是背后偷袭 也被怪物歪歪头躲过 酱油立马感觉不寒而立 怪物不仅能打出完美配合 还能轻松识破他用过的攻击 就在他犹豫的瞬间 三只怪物已经配合着冲向他 酱油看着他们组合着的攻来 本想潜入地面躲避 可他们的动作实在是太快 根本没给机会 自己只能被动挨打 血量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酱油清楚再不做出反击自己就没了 可怪物的攻击和配合毫无破绽 那就只有自己卖出破绽 引诱一只靠近自己了 酱油挑了只血量最少地把后背露给他 就在他攻击的瞬间 酱油转身同时发动了标记和追猎 现在自己的凶名已经提升 不但提升了标记时长 恐惧效果更是能暂时使怪物丧失思考能力 当一只怪物失去了思考能力 那无懈可击的配合也就不复存在 酱油瞅准时机指导黄龙 完全没给怪物反应就已经捏住了他的内核 再来一个斩杀 怪物连叫的机会都没有就已死去 系统立马提示 追猎成功 暗影形态得到加强 并提高自身愈合速度 再次开启暗影形态 可获得持续恐吓和双倍经验 在系统提示的同时 酱油身上的伤口也愈合得差不多了 酱油死死盯着剩下的两只怪物说道 现在就该你们俩了 小垃圾 只因男孩把影子穿在了身上 就被同伴物以为他是怪物要宰了他 还好此时有怪物想偷袭 男孩才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经常跟怪物战斗的人都知道 趁你兵要你命的道理 酱油通过露出破绽 成功诱杀了血量最少的那只怪物 怪物看到同伴被击杀后 还被对手吞噬 吓得他们瑟瑟发抖 愣在原地谁也不敢动他 酱油看着自己上涨的血量嚣张地问道 怎么不拿出刚刚的气势一起伤 难道是怕了 说罢酱油就弹射起步冲了出去 你们不上那我可上了 忽然一速耀眼的金色光芒 在他和怪物中间发散出来 酱油不自觉地停下了攻击 啥情况 阴影层还会有光 更奇怪的是 为何自己有一种想扑上去干他的冲动 随着光源慢慢靠近 依稀可以看出是一团燃烧的火焰 两只怪物像原始本人 无顾一切地冲向火焰 可还没冲到跟前 一只怪物就被看不清的攻击直接斩杀 是寻夜司的救援感到 玩火的就是队长宋庆安 他的技能勇然地聚火 随用后可绽放出柔和的光芒驱散阴影 当然杀伤力也是不可小觑 忽然宋庆安把光速聚集在指尖 并且对准了酱油的脑袋 吓得酱油立马大喊 别开枪自己人 怪物看到宋庆安放松警惕 已经悄悄咪咪地摸到了身后 可宋庆安紧抬起了对准酱油的手指 怪物就瞬间灰飞烟灭 酱油看着这一切还在后爬 刚刚那一下打在自己身上 那灰飞烟灭的就是自己了 寻夜人队长的实力真恐怖 都没动位置就一下死一个 他立马上前套近乎 老兄你们再来晚点战斗都结束了 抱歉来晚了 阁下是 我是谁不重要 那边的女生受伤了 麻烦你们照看一下 女孩一惊 啊等等 你不是要送我回家吗 此时酱油已经使用暗影形态潜入了地下 你就跟他们回去 我身为寻夜人得以工作为先 可实际的内心独白事 还送你回去呢 再留下被他们当成一种 不直接原地去世 白白的你呢 酱油就这样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潜入了地下 反应过来的队长询问属下 我们私里有这号人吗 没有 他好像最近很火的一个主播 能力阴影者的分支 实力不强大概一阶左右 一阶 忽然宋庆安便地严肃起来 自己手里的巨火早已把阴影层驱散 而酱油就这样当得他们的面大摇大摆消失 这是一个一阶的散人能做到的 回去得好好查查这次 看着快到手的油就这么游走 气得引发少女顿足垂胸 男孩只是在儿时 帮女孩挡住了欺负她的高年级学生 从此女孩就对男孩至死不渝 什么事都敢跟她一起干 即便拿着个碗去大街装小乞丐乞讨 女孩也不落下 女孩还要跟男孩比撒尿就不提了 这个老粉都听多了 就在大灾来临时 陆瑶瑶同样不愿独自离开 而是留下寻找失踪的姜油 即便已经被周围的环境下的全身发抖 她还是在死人堆里轻声喊着姜油的名字 她用手表的微光翻找着每寸土壁 心中一直默念着 姜油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忽然黑暗中一只手伸出 我在这里 快来拉我一把 我感觉胸口好闷 快喘不过气来了 陆瑶瑶立马过来帮姜油清理身上的石头 可姜油却一把抓在了她的胳膊上 陆瑶瑶本想甩开姜油那碍事的手 可不曾想一甩就把姜油拽了出来 陆瑶瑶指着石头质问 这石头根本没压住女孩 你怎么会被压得喘不过起来 可看到姜油背上的伤口 她又担心了起来 你这这么长的伤口也是石头砸的吗 姜油却不敢说话 因为这可不是什么石头砸 而是被一种砍了 姜油立马转移陆瑶瑶的注意力 赶忙询问其同学们的状况 寻业人来救援了 他俩受伤就先让他们出去了 所以你是特地留下来找我了 不然呢 要是你出事我可没法跟李叔交代 虽然陆瑶瑶嘴硬说是怕没法跟李叔交代 但姜油知道其实她就是单纯的担心自己 姜油不自觉地流出了感动的泪水 瑶瑶 说完姜油就一把把陆瑶瑶搂进了怀里 这突如其来的拥抱 让陆瑶瑶忽然心跳加速 可有老六却坏坏地把头往下缩了锁 你干嘛 快送手 我好怕怕 刚刚看到了好多一种 拿着大砍刀到处卡呀卡 姜油越说越害怕地把头往里滚 不管陆瑶瑶怎么推她也不放手 直至一个声音传来 姜油才拔出头看向声音的方向 来着是巡夜司的救援 她也被两人刚刚的举动羞红了脸 陆瑶瑶抓住机会一把推开了姜油 巡夜人也当即提出送他们出去 因为这里打情骂俏实在太危险了 陆瑶瑶立马跟上了巡夜人的步伐 只留下了欲哭无泪的姜油 因为她失去的实在太多了 银发小姐姐的嗨思 刚刚的温柔香 还有刚刚忘了吞噬那几个一种 现在她可爱的影点已经见底了 这个男孩只因在阴影层里调戏青梅竹马 就被带回了最高战力机构巡夜司 她看着昏暗的灯光和桌子上的靠子 不免也在心里泛起了嘀咕 可审问她的李源小姐姐却很温柔 此次事件影响不小 按照正常流程 事件经历者需要寻夜司的心理辅导治疗 治疗效果会持续一个月时间 而在这期间如果进行无考检测 意志力资质的判定成绩将会大幅下降 姜油心想原来带我进来是为了这事 我觉得我心里蛮健康的 不进行治疗可以吗 小姐姐当场就否决 一种的污染性隐蔽且危险 等爆发时就已经迟了 所以治疗不但是必须的 而且也是强制的 姜油也不是不想配合 只是十几天后就要无考了 在这里待一个月那不是黄花菜都凉了 可小姐姐却让她把心放在肚子里 现在就可以申请提前无考检测 在寻夜司内进行提前检测 成绩录入系统与正常检测流程相同 说吧小姐姐就递给姜油一张申请表 联系家长签订提前检测承诺书即可 放心检测设备都是一样 且公平公正 安全性等方面 姜油丝都可以做出保证 姜油低声地回答 我监护人救我叔叔 他就在寻夜司上班 小姐姐认真地开始记录 麻烦具体说一下 你叔叔在哪个区什么植物叫什么名 姜油依稀只记得李叔说过 他好像在东区总司做普通文员 名字叫李寻光 李寻光这个名字一出 小姐姐吓得立马站了起来 脸上也满是震惊 他再次跟姜油确认 是不是木子里 三点水的寻光明的光 小姐姐的反应着实把姜油搞得一头雾水 是啊怎么了 你确定他就是个普通的文职 立马白手表示当然没有 说吧他就转身告诉姜油 我还是直接带你去见他吧 姜油看着这里富丽堂皇的大厅 和寻夜人训练的影像 他不由地张大了嘴巴 这就是寻夜司总部吗 果然是不同凡响 忽然一个声音 让姜油瞬间紧张了起来 迎面走来的两人正在讨论调查刺客油的话题 好在他们目前还没任何头绪 察觉一样的小姐姐立马回头询问姜油 姜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道 第一次来寻夜司有些紧张 可心里确实在想 麻烦了他们要开始调查我了 不一会小姐姐就把姜油带到了接待室 她让姜油先进去休息 她去找李勋驶过来 姜油进去后发现里面全都是老熟人 可他们却对刚刚进来的自己事不见 而是在谈论着什么 只见陆瑶瑶猛然起身激动地问道 真的 你真的遇到那个刺客油了 银发少女却显得很骄傲 当然了 她还救了我了 男孩洗个早的功夫 就不小心觉醒了暗影之力 她本想着隐瞒着大家就这样过来 可为了碎银脊梁 她还是没忍住去阴影层直播打怪物 为此她还收获了一波小迷妹 其中最为代表的就是银发少女 和青梅竹马的陆瑶瑶 可在直播时男孩都是处于暗影形态 并且化名刺客油 所以即便看到本尊他们也认不出来 两人还在津津乐道地讲着刺客油的故事 陆瑶瑶看到姜油进来 也只是顺便指了个位置让她坐下 然后迫不及待地让小迪接着讲 我看到刺客油和十个一种听杀 只见她气定神险 刀光剑影中瞬间将一只一种斩杀 就在一种被杀得无力招架的时候 寻夜人感到 由哥哥便消失于暗影 深藏公与名 论讲故事还得是小迪 把陆瑶瑶听得一愣一愣的 只有作为当事人的姜油心想 我怎么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厉害 忽然姜油的目光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吸引 无自觉就飘了过去 姜油暗下决心 那看在袜子的份上 我就原谅你了吧 一旁的陆瑶瑶却认真分析着这个刺客油 话说这个刺客油到底是什么身份 听你说的不像是寻夜司的人 小迪觉得他肯定是个学生 虽然他出现时身体通黑 但感觉就跟我们年龄相反 最关键的是他喜欢看你孩子的腿 直勾勾的丝毫不加掩饰 就像这位小哥哥一样 这眼神还有流口水的样子 简直一模一样 姜油忽然惊出一身冷汗 不是因为怕他们认出自己 而是只见陆瑶瑶已经揪着姜油的头发 举起拳头大吼道 死姜油你真是死性不改 没怎么拳头落下 大门就被突然砸开 陆爸气喘吁吁的问道 没事吧 听说你们被拉进阴影层了 陆瑶瑶拉着姜油的大两回道 我没事 这家伙也没事 就只是这家火皮又痒了 李亏的姜油只好一旁不好意思的呸笑 陆爸看两人没事 这才放下悬着的心 并让他们跟自己来一趟 陆爸叫他们来是想告诉他们 受到这次事件的影响 他们要提前进行资质检测 多到这里陆爸不自觉的救 掏出一只马赛克放到了嘴里 可发现陆摇摇边假装可揍边盯着他 作为女儿奴的路霸 只好灰溜溜地把马赛克放下 并向他们耐心地解释 能力测试又称为初觉醒 学生们会通过承受污染的方式 初步觉醒能力 这个测试相对没什么风险 主要是根据能力特性分配学生的专业 随后进行意志力资质测试 测量对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意志 而这个测试才是决定 你能不能成为超凡的关键